我們時間到了 我想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演講 今天是我們這門課 千禧佳與國之間 這門課的第七週 過一個那個春假的冒季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劉謙佳華樹 對你的歌手對劉佳謙 沒有叫黃 黃佳謙 黃佳謙 那你都很知道社會跟問題 那我自己是一支對於 就算在市集的課程的時候 就在想說怎樣把台灣一些具體的例子 可以帶起來放稍微多一點的討論時間 那在都市語言不明這一塊的時候 就比較稍微 以前沒有這麼專注在這個題目上 也是為了準備這個課 要加強這個部分 那看了一下相關的一些討論 大概是1985年的時候 比較清楚 有文章出來 這個就被注意到成為一個 research topic 然後 當然其實我們在生活中 在報導新聞媒體上 常常會聽到 都市原住民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大概在西州啊 三英啊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一些現象 主要是跟居住正義這個題目 那居住正義或者說土地正義 這跟台灣這幾年的很多的議題 整體的議題有關 國家土地政策 真地的問題 土地開發 工業區的設置 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置等等 我們看到很多這種 很激烈的一些討論跟行動 那都市原住民的脈絡 會發現這幾年大概 這是一個比較會浮現的一個脈絡 可是實際上 我們去想想看 1985年開始 這個現象 這個只是脈絡之一 它不可能只被化約成為 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那我這樣的搜尋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看到 鄭允岳 民主黨 美國 就是你常常演的 2007 那一份調查評估 就是和原住民族的變遷 社會變遷的那一本調查 出來的那一本書裡面 有一篇文章是名三位 有劉謙佳老師 是作為其中一位共同作者 那裡面就看到了說 其實這邊現在有非常大量的資料 然後這一批資料算是非常新的 然後有不同的人 有新的人用新的資料 我們在做一些 嘗試做一些分析 那是一個全面的量化的一個研究方法 那其實它不只量化 後來也沒有做訪談 可是出發點 它的全面性其實是它藉著量化 可以去搜尋出來一些 下一步訪談的對象 所以就想著 那那篇文章是從很多面向都會談到 這個遷徙的現象是個什麼意思 我們也就看到其中一個數字是2000年的 我不知道應該說普查 普查的那個數據裡面是說 台灣原住民族已經有40% 它的涉及在都市在非原鄉的地方 這個數字是非常可觀的 那都市原住民這個詞彙本身是讓我們大家都會非常困擾 非常戲劇性 因為都市跟原住民這兩個聽起來基本上是矛盾的 可是那這個現象是什麼 他是原住民還是他是都市居民 他的locality 他的local attachment 跟他的出生背景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也看到了 在劉老師的文章 我們也看到他用一代讀員二代讀員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在都市成長出生跟成長的人已經有 比例當然不能跟一代讀員比 可是這一代不能小看 這一代我們如果說他作為原住民 這個在原住民整體社會發展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他作為都會的居民 如果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他作為這樣的城市的居民 對於這城市發生什麼質變有沒有 對於城市的性質有沒有什麼挑戰 城市發生什麼變化 好 那所以就很高興的能夠請到劉老師來 從他最新的 他們最新的研究裡面 幫我們介紹都市原住民的 怎麼來看待都市原住民 有什麼樣相關的新的資料 研究方法最重新的概念 當然他們的觀察他們的分析 他的分析結論 那我自己覺得一直潛伏在那邊的 也希望聽不到劉老師講的 那什麼是都市原住民 那二代都員 我們要怎麼樣看待這麼多人 這樣子的一個身分 他對於所居住的地方 跟他所出生的地方 這兩邊的社會 是一個什麼樣的意義 或者說挑戰 那我得說我很努力的 我看也謝謝他 一月底寄給我這份他的博士論文 叫做台灣原住民的千禧 副標是彭飛翼或彭飛 他在前面應該是序吧 寫的是 就是點出來大彭飛 那個彭飛跟連彭那個彭飛 那個四散連子連彭頭飛出去 所以他要講彭飛一看起來 有點彭頭共有點稀殘 可是他要講也是那個種子是散出去的 所以千禧也可以是一種機會 我們之前也說過 對於一些人群而言 千禧並不是一個無奈的 一個被迫的一個一條路 他可能是帶來的 是一個新的機會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 我們的那個海報上面 有三篇文章 那他最新的研究偏向 是跟婚姻有關 那今天他會幫我們介紹到 這個範文法敘事 所以就是 所以有一些他沒有講到 各位看文章很有興趣的 就我們等一下就用在 用問題的方式 也請他可以再 有結婚在座 那我們就歡迎德老師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彭老師 邀請有這個機會讓我們來台大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幾年來做的一個研究 那這個問題 這個主題上的非常大 是因為其實我們不是很清楚 童老師希望我們能夠展現你這樣 那我就大概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從之前的 或是我們開始到這幾年來做的一個 跟讀員比較相關 或者是跟原住民的付費 比較相關的一些發洩 那剛剛童老師其實有提到 2007年的那一份 中央研究院 人民部所所主導的那個調查 那其他的背景是在 大家如果 對那個原住民的相關的 一個政策研究有興趣的話 應該有讀到1983年 李毅元院士他所主導的 那一年的一個調查 也是原住民的 原住民好像相信社會的調查 那這個調查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那這個調查 1983年之後的調查的所有的結果 他實用在制定當年的 或者是之後的一個 相關的原住民族層政策上 他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积序 可是1983年到2000年為止 他其實幾乎過了十幾二十年 可是在這個中間 其實有非常多的 原住民的調查資料 因為原住民相關的一個 TN資料當然是更多 這跟用比較社會科學的 調查方式的資料也很多 可是這樣子的調查 其實多數都是等一下會提到 都是一個比較局部性的 或是他在抽象上是比較有問題 他很難去推問到 全臺的原住民的狀況 那再加上1983年那時候的 原住民的 原住民族分布的概況 其實相對來講 比較好掌握的 那當年度 1983年那個年度的 全宅調查資料 其實他多數是又 是結合中原院的民族所的 民族所那時候 還有包含部分的社會所的人士 那最主要是結合民族所 跟當時台大社會系的一個 人員跟那時候的學生 那他們做的對象 其實針對的是 比較原鄉並帶的 就是在可能 五十五個三地 體地原鄉去做一個調查 所以之前那時候 就算用那樣的數據 那個已經算是 全臺的一個抽樣調查的數據 可是那時候說 那時候的一個狀況 是他分布 他只能夠反應的 還是只有原鄉地區的原住民 就是所謂的原鄉的原住民 所以兩千年那個資料 其實他的重要性質在於 他是一個包含了 因為1970年代開始 系統就比較大體的問題 那到於之後的一個狀況 包括說他帶來集權商的 一個分配的狀況 他到底會群聚的現象 群聚在哪裡 或者是他的獨層性能 才發生什麼樣的改變 是沒有資料科學很大的 多數都是用一些人類學的 或者是一些執行網站的方式 去針對局部性的 或針對有區域性的資料 去做一個改變 所以兩千年資料 其實很重要的 在了解現在已經 經過三、四十年來的 長期變動的原住民的狀況 好 那 那我今天是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其實本來只是一個經驗的分享 所以我就弄一些 比較有性的標題 比方說為什麼要做量化蓄勢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台中原住的研究的時候 多數我們想像的就是 一二人類學家非常幸福的 或非常 非常投入的在他的一個 他選擇的地點 然後跟當地的軍民去做一個角落 然後報導他們內容的故事 部落的故事 還有文化性的東西 精神性的東西 都能夠非常豐富的展現 那很少人如果要提 民主民的量化研究品 大家想像的都是一些 跟調查人關的 還有什麼滿意度 或者是像原民會他們所做的 我們就業狀況調查 還有什麼什麼失業率 就業率等等這種東西 那我所做的研究 或者是這幾年我所進行的研究 它的量化的一個敘述方式 它其實是比較從刺激資料去開始的 那因為大家的相關的背景 所以等一下也會花一個時間 多一介紹一下我最常用的資料 就是2000年的補查資料 好 那那個部分 因為我不知道很具體的要分析什麼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一些 那時候若博士論的一些發現 可是我想好像這個不在 董博士指定的一個範疇裡面 所以我們就用感小物的一介紹 那大家只會提到說 原住民從我們從資料上來發現 他從過往到現在的一個地圖上 分佈他的一盤的資料 那第三個就是 也是比較知見性的一些 就是跟董博士指定的一個分析都有關係 就是最近的那一篇 在講的是公佩的資料 那分配的資料其實從社會學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的族群之間的一個 通通的關係性 他就是社會界線的一個改變 那原住民圖如何從一個 比較邊緣的一個地位 然後如何跟一個比較主流的 比較社會上比較多數的一個社群 他到底有怎樣的融合 或到底他跟他的族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如果選擇一個比較客觀的指標的話 我們用分配的資料 就是用通過一個程度 或通過程度來看 還是一個蠻合理的一個表現的一個觀察的面向 如果我想要開看的話大家可以 我們連聽得到嗎? 我們這邊還有點位置 要不然你們可以做錢嗎? 那一開始 對我講先行 或是講戒籤那種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張圖是蠻有意思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清朝年間所繪製的那個名番戒籤 那這個時候的地圖非常有風向 他其實那個篩呢就是中央散脈 那那時候的一個原漢的關係 或者是原住民跟其他族群的關係 大概就是一個採取那種步步 步步退守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圖為什麼有趣呢? 其實是因為他在一開始畫色的時候 他曾經畫色了一條紅色的線 那個紅色的線呢 那時候是清朝年間他所畫出來了 就是說那時候的漢人 就不要越界的去採集資源 你也不要越界的到那個原住民的班戒去 因為那時候的原住民跟當時的漢人 其實有非常激烈的一個 肢體上的一個衝突 所以當時的一個治理者 他為了要保障漢人的權益 他們希望說 那你就不要跨越這條界線 因為我們的官府 沒有這麼多的資源 可以去幫助你們 或可以去保護你們 所以他就畫了一個紅色的界線說 從這條界線的移動危機 你們就不要再進入 那是所謂的班戒 所以是政府不能夠 是當時的在位者 就不能夠保上我們的地方 可是這個界線 他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 他其實一年一年地往後推 那他大概過了一些 過了一些年度 他就會重新畫出一次 那從這個歷史的一個圖片來畫 歷史的圖 地圖來看的話 那這個界線其實是一步一步 往內心靠近的 那其實他意味著就是 就是判人他在區域的一個 他對本地的一個需求 他對一個資源的需求 他是越來越多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是因為住民他並沒有一個反抗 或是並沒有一個協商的一個對準權利 他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內心靠近推 那其實從這個地圖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人的移動 或者是一個空間上的一個 人口的一個分布 其實他是涉及的所謂的一個資源的 涉及的是所謂的資源 那其實他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權利遺憾 那如果要講權利盤的話 這個會更有趣的地圖 那這個地圖呢 其實就是日治時期的地圖 那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畫了台灣地圖 會有趣的狀況是 一開始日本政府在治理台灣的時候 他剛好畫這個地圖 他進行一個人口跟資源的一個管理 那一開始的 第一章的一個台灣地圖 其實基本上原住民原商地區都是空白的 我沒有講到那個圖 可是大概有這個故事 就是日本政府他為了要 管理他第一個成立地 所以他很 他最重要的地步就是要掌握 他所有能夠用的東西 所以他就開始畫設地圖 那原住民原商地區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原商地帶 基本上都空白了 連什麼山口的界線都沒有 就大概只知道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 有待武力無法推進 然後資源很豐盛 可是他們完全不知道 也不能夠去掌握的地方 那在50年的一個日治時期 他其實一步一步的 把這個地圖完整起來 那日治時期有一個很有名的策略教育集團 也就策略他們聽過 那警團一復家最大的一個目的 它其實就在於人口的治理 還有資源的開財 那所以從這樣子 從日治時期的一個人口分布 對原住民的一個區域性的安置 我們更可以知道 其實原住民的人口的一個分布 其實他在日治時期以前 他其實不是一個自己的 也不是一個自願性的一個分布的狀況 他其實受到體制者 受到在上位的一些殖民權力的一個影響 那這樣的影響 其實造成了非常長時間以來的一個 他跟漢人之間的一個空間的一個分布的隔離 那這個是1939年的時候 陳正祥在1988年所所畫 根據那時候的一個日治時期的普查教 所畫出來的原住民的人口 那跟他最主要是因為他會畫 他比較大的空間在於說 他把那時候有一個不同的族群的一個分布區 把它畫得比較清楚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是 多數人的住民還是在冰箱的地區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討論 我們在討論那個移動的情況 然後其實需要先有一個 先用先有一個概念 就是其實空間的移動 跟空間的有分布 它其實跟資源跟群力是有關係的 那2000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的資料 多數是有2000年的資料呢 有人可能會說 就現在已經2015了 2000年已經15年前的事情了 那15年前的資料 到底能夠告訴我們什麼 當然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其實是大概2000年 那時候對於2000年對我來講的話 2000年的資料是非常非常非常新的 然後也是很難得的一個資料 我們在那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好 為什麼要做原題呢? 然後... 嗯... 我之前在開始進行 民主的研究的時候 我就想被問的人 就是不行你要選這個議題 然後有人會問我們說 你是原題嗎? 他們想要吸引我去瞭解 為什麼要選擇一個 在我們社會科學的領域來講 相對叫那門的 然後比較可被關注的 而且我的研究的曲線就是比較 比較不這麼正統的 因為多數我們 比方說做少數族群 或是原負民的話 在我們社會科學裡面裡面 多數是大家所熟悉的 負民族字 或者是去做負民調查 用直信訪談的方式 那我們做的... 我們的方式是非常不出錯 我們就是用實質資料去發 然後做調查這樣子 那我後來就很努力的想要去找一些很漂亮的 很...很好聽的話 很公平很好的話 後來李國柱又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怎麼按啊 他說人只要一分之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圓滿了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關注 因為我在做原住民的時候 有人就說原住民只佔台灣的 就是只有兩個百分比的人口 那你為什麼不去關注那98百分比 那漢人的就是大社會的一個主要的狀況呢? 那其實是那一部分的人 其實有很多人在做的 那對於這個百分之二的人口 其實我們對他的了解是一個局部性的 或者是受到研究的一個取經的影響 多數的一個觀點是集中在某一個裡面的 比如說大家比較熟悉的 在人類學部在民主學的一個裡面 有非常豐富的一個展覽 那我們在量化的一個部分 是相對來比較小的 那這個其實是在講那個調查研究 跟刺激資料的一個差別 因為可能各位不是很熟悉 所以大概來提一下 因為比較直觀的 如果有聽到一個人在做量化研究 大家可能說我們在做調查 你大家可能想像就是在路上被拉了什麼 做民調啊 或者接到電話來做一些調查這種 那種是第一手的資料就是調查資料 那調查資料它當然很好啊 你想要問什麼 就可以藉由一個工具的設計 把官員的資料取得這樣子 那台灣因為調查的就是越來越難做 雖然過去人住民 人住民的消化調查 就非常非常多 可是現在兩千年之後 是越來越難做 因為詐騙啊 因為成本的關係 那現在又有所謂的那個 Irb那個研究倫理的考核等等 所以你要去用第一手資料 去蒐集到民主民的資料 是越來越困難的 那自己資料當然有非常多的好處 那最大好處就是你不用去 不用經歷前面一場串的一個問卷調查 或者是進入效果的考驗等等 那當然它還是有缺點啦 而且這個自己資料 這個資料收集 一開始收集的名義 跟你的後來想要用的人 其實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 比方說我們在做 用查資料住民的研究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可惜 他為什麼不要問多一些 比方說收入的面向啊 比方會在族群也為什麼 不多一些 比方說跟族群性相關的東西 你的信仰啊 你的語言的能力等等 那沒辦法 那你不是主義處理 你沒有體察覺得 你有沒有那樣子的權力 去加入你想 加入一些你想到的面向 所以自己資料的運用 有它的好處 那當然有一些 收到資料本身的屬性 那為什麼要說 為什麼到現在還在用表 今天人口普查 它其實有它的重要性 那台灣人口普查資料其實 我們的開始是非常非常的糟 台灣的人口普查 在亞洲地區 是算是第一個國家 我們甚至日本開始 日本日治時期開始做台灣的人口普查 那我們的人口普查 甚至比日本當地 日本國土還要來得更糟 那其實跟日本的 跟日本政府的態度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是第一個它的殖民地 那所以它對待台灣的態度 就像小孩拿到第一個玩具 他非常的珍惜它 很多很多各種各樣的想像 都想要在這個新的 新的新到手的玩具身上做一個實驗這樣子 所以日本想要做人口普查 可是它覺得日本的國土相對很較大 然後它的它的 它如果要全面的視作的話 它需要一個一個一個 先在一個小地方 先做一個視作的一個工作 然後看看有什麼需要改善 所以它一開始在台灣先做 那所以1905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就做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 那之後呢 在日治時期總共做過7次 那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做過6次到2005年為止 那其實如果要研究原住民的資料的話 這7次的日治時期的人口普查資料 也是非常重要 可是現在比較少人做 只有中間社會學的業高法 還有用一點 就是用那個日治時期的人口普查資料 那這個也是很珍貴的一個 要了解殖民時期的一個 原住民的一個 相關的社會跟經濟面向的 很重要的一個資料 那兩千年之後 就是國民政府之後 來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到現在做過6次 可是這6次裡面呢 只有1956年 曾經出現過原住民的資料 那之後9小時了 因為某一些的因素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些因素 到底具體來講是什麼 可是因為因素的關係 所以1956年之後 就再也沒有留住民族群的資料了 那一九兩千年 那其實第一次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第一次有了不群結的資料 那好像後面還有一段那個政治歷史的因素 是那時候好像是原住民的一個立委 去強烈要求的 然後不查詢 才不得也不把原住民 就是再把原住民加進來 那在這個之前 原住民的資料在哪裡 可能在什麼三立行政課 在那個那時候還有台灣省 在那時候是屬於台灣省 政府所管轄的 那基本上那個 那個年代的一個 政府統一資料 那是非常分散 就是由你相關的主管 來會去做一個統整 那其他那些 那些所出資料的資料 都是為他們行政所需求的 所以學際要再使用下來是比較可能的 那這個大概是一個 複查的一個狀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記錯過複查 好嗎? 這樣了解? 2000年可能還沒有 還沒有進去 那2010年你有嗎? 所以就是這樣 2000年的時候是複查 複查一直都是群面性的調查 就是只要你住在房子裡面 複查原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你 這是複查的概念 複查說調查的是所謂的限住人口 就是複查原它基本上它的調查方式是這樣子 它就是把台灣一個區域 然後化成好多個區塊 然後複查原就到實地去 然後說這條街跟那條街是你負責的 那你怎麼做呢? 你不是看門牌喔 你是看這個地方 看起來像有人會住的地方 包括公僚 包括如果那個帳篷經常常在使用 它也是你複查的一個 就複查原必須要入負調查的一個對象 所以基本上又這樣子 用這種鋪天蓋地的方式 應該台灣的每一個人 在兩千年的時候都應該接受過複查 包括零到五歲的小孩是由複製帶來 可是多數的人都應該接受到複查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最可思議 因為你們根本沒有 或者是兩千年也好 205年也好 基本上我們沒有被污落 可是政府的設想是這樣子 那複查的基本上 它就是因為一些很基本很基本的問題 包括人家的家族層 你們家裡面 這一個是怎麼家 這個房子裡面 這個建物裡面做的一個好人 然後你們大概的一個年齡別啊 教育程度啊 婚姻關係啊 學歷就 教育程度啊 還有工作狀況之類的 那兩千年的時候很特別 我剛剛說到就是 它第一次 就是1950年之後 第一次有了原住民的資料 而且是它不是只有一個原住民 是否原住民 它還有根據當時的一個分類 是大概九大類 九個被證明的群群 加上一類所謂的其他 所以它是第一次有原住民的資料 讓我們可以比較能夠 就是第一次台灣的學者 或者是學術社群第一次能有一個 可以了解全台灣人 或全台灣原住民的一個狀況 那一般大家的了解就是 普查它除了是第一次 在就是國民政府的台之後 第一次有原住民的全面性的人口資料之外 就是它有一個好處 在我們做資料提供的人來講 它不是只有 它看到 因為剛剛說到就是 它是拿了問卷的表 然後去你們家裡面收集的 所以你收集到的其實是整個 整個家族的 整個所有的相關社群人口的一個資料 所以如果你用一些資料提供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得到不是只有個人的資料 不是說這個家戶裡面有一個原住民 我們得到我們只要讀他的資料 就是這樣子的 對我來講它的好處是在於 我可以知道這個原住民所身處的 一個社會賣戶 它住在怎麼樣的 它住在當然它有 它除了人口之外 還有住宅的資料 比方說你們家有多少的抽選拿筒 你們家的是什麼 留級城堡這種的 等等部分住宅的資料我們沒有分析 我分析的是人口 我關心的是人跟人 就是親屬關係 還有家庭裡面的關係 這個家庭的結構 你會不會對家庭的主持人怎樣 所以你用一些資料處理的方式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大家如果 雖然說很想看到變化的資料 可是我們一般看到的 可能就像所有的那個圖 就是一列一列 每一列都是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裡面的那個電像 就是比方說 什麼性別啊 教育程度啊 什麼族群別啊 或者低於別等等的 那這樣的資料 只有一個人 它是個體的資料 可是每一個人都是處在社會裡面的 社會裡面有包括 從大到小的不同的社會層級的一個 不同層級的一個社會主持人 那家庭對我們來講話 是最基本 最最最小的一個社會單元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 他在家庭裡面的狀況 那家庭裡面的狀況的話 除了看出說 好像說他的親屬關係 他的父母親是誰 他的兄弟親對是誰 他的配偶是誰 所以我們除了看到個人的資料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所屬的一個 所屬的一個社會單元裡面的一個 不同的社會關係 那我剛 我在這上面有組一個小的例子 就是有21類的資料 其實在補產裡面 它其實代表就是21個人 那這21個人的話 你可以個體的去看他 你看這個人的教育程度 跟他的母親對 或者是你看他的性別跟他的 他的工作結構等等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來是 你可以把他放 把他懷惑到他本來所屬的一個 家庭的脈絡裡面 像這21個人 一樣其實它是分屬的一個家庭 那裡面包含了 這個家庭裡面包含了七位的父親 那這個父親裡面 它其實還有代表的一個差別 你可以去鏈接父母親跟他的子女 所互配的對象 所以它其實還有一個家庭的一個 這個忠誠的一個概念 那它包含的是一個三代的資訊 那甚至這裡面有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 所以這是我們用刺激資料可以做的 用刺激資料來進行分析下 它的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特別具有優勢的地方 就像大家去做甜點的調查一樣 你可能深入這個你的報導人 然後可以了解他們家裡面 那對我來講的話 做料化研究用刺激資料的話 我就是我做的甜點 好像是全台灣就是我的甜點 那我看到的就是2300萬人 群在我面前 那我不能夠去問他東西 可是他們現在在那裡 那我可以去遍給他們的資訊 那這個是一般料化 一般料化研究的 大家所能夠多數想像的是這樣子 就是從一些個體的資料去研究在這個個人身體裡 應該說在個人身上一些變態之間的關聯性 你最常聽到比方說性別跟教育程度 或者是性別跟工作 或教育程度跟工作之間的關係 教育程度越高 他的工作 他的學會他的設定率 越來越高分分的 那這是個體的資料 那我們用的 又比較特別的是所謂的程度資料 那程度資料 其實他包含的可能性就很多 那在原看中文上面的話 我們看的就是一男一女 又半反正就是異性別著一個婚姻登記 所以我們只看到一男一女 他登記成為婚姻 就是以後的狀況之下 他的老公或老婆是誰這樣 那除了你讀到的是個人之外 可以看到他的配容 那浮查英文的那些資訊 這兩個人都可以同時的把它寫出來 包含比較有趣 所以比方說這個男性 這個丈夫 如果他是來自於一個 原住民內分的家庭 怎麼樣 你這個用的方式 有一個習慣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 比方說這個 原住民的一個男性 他可能幾歲 然後他的教育程度如何 然後重點是 比方說他爸爸媽媽 是怎樣的婚姻結構方式 比方說 如果他同樣是來自一個 原住民內分的家庭 阿美族跟阿美族的 阿美族的爸爸跟阿美族的媽媽 那可能他所取的對象 他所婚姻的對象 他可能是來自於一個 判人跟阿美族的一個家庭 就是他的婚姻這樣 那這個只要婚姻 只要資料許可 我們基本上都會把它配對出來 所以用苦茶的一個優勢 我覺得用到現在 我覺得他還是很好用 還是很特別 還是很有潛力 是因為他其實也用了這種 他可以跨越個人層次 他可以包含了個人層次之外 還有一個所謂的家戶的一個 一個社會脈絡的層次 可以把它展現出來 那以前多數的 多數的那個調查研究 是哪裡面 就是 比方說你問了 比方說 原民會做的就業調查 或者是什麼事業調查 或者是什麼健康調查 他就問 他可能的方式就是抽樣 然後去問 比如說他抽到這個原住民 他去問 然後問的就是你的狀況阿 你有沒有 你的配偶的狀況 可能問你的配偶的一個 嗯 你竹筆什麼的 可是你配偶方面的資訊 你就完全缺乏了 因為他們有去 再進一步的去問說 那你配偶的健康狀況 你配偶的一個 睡覺地位什麼的 或者是你配偶的 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 崩崩崩的狀況什麼 他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他從個體出發 他只能看到個體的 個體層次的一個資訊 好 那比方他可以是跨層次的 他可以看到一個比較 嗯 可以看到自己之外 還看到你 有關係的人的一個 狀況面的資料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 可以很詐實地去運用他 那我們在婚配的時候 我們只看一期啦 那其實我 我後來比較見的這篇文章 還有包括親主的資訊 就看你爸爸媽媽 你怎麼樣影響這個小孩 會不會 就現在跟我們講聽說 父母親的一個配 父母親怎樣的組合 會影響這個詞語 是成為或是成為 登記成為或是成為原住民這樣 那你可以跟自己過去做 因為其實我們資料裡面 已經發現說 就是原住民的婚配 已經可以看到第二代 那是否為原住民 就是父母親 那一方是原住民的那個子代 他會不會經過去選擇不同 他的婚配方式 會不會也是一樣 是一個跨學群的一個婚配 那這個是可以做的 所以他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多 就這個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做王子代 然後也可以做一個家庭的祖父 大家如果 人生學的同學 可能比較有興趣的是 那個祖父的建立啊這樣子的 然後 因為普查資料 他是一個全面性的 他就像是全台灣拍一張照片 然後把他說 他拍一張照片 所以看到的是 看起來像一個輪廓 可是你把他點進去 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家庭內的狀況 看得到區域裡的狀況 那大家可能有興趣的是 喔我所拽來的那個田野 我在同門村做田野 那我想要了解是同門村的狀況 那OK 是你可以把他 你把他去照到同門去 你就可以看到那時候的一個 整個這個社群的狀況 那甚至 其實這個也是好處跟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在影子上是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 如果這個小區的人口很少 民主民人口很少的話 然後說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 這個村民裡面 可能只有20個原住民 那這個資料 你才能夠看得到 基本上他已經沒有隱私性可憐 雖然說我們沒有他的身份證ID 我們沒有他的個人的一個 具體可以去指證出個人的那個 電視嘛 可是比方說我跟妳講說 他的教育程度 他的族群也跟他混音狀況的話 他可能在當地的 就是當地經營非常久的 一個人的學者 他可以做什麼 不輕易就把他指證出來這樣 所以補償資料他的運用 其實對大家從事人的學 人的學或者是田野運動的話 其實他也是很有幫助的 這個是比較複雜的一個資料 配對跟圖的流程 然後我在其他的場所還有提過 其實這個在方法上面 是非常的有趣 我我有做過一篇 在方法上的一個文章的發表 就是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補償資料的一個配對 是不是比美國的一個補償資料 配對還在跟進去 因為美國的補償資料他只做 他只做一代的分配 他只做護長跟護長的老婆 跟護長的先生的一個這樣的配對 那台灣的資料 我們可以做到更精進 因為加護裡面所有的人 把他配出來這樣 所以用台灣的這個補償資料 做他的潛力還是 他的運用的潛力跟運用的一個可能性 運用的一個價值是比 現在多數在做 美國在做那個工配研究的 對他們的資料來得更好 所以這是補償資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全面的東西 然後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標 就是那時候我用兩千年的補償來看 我的那時候的發現是這樣 一般在十對以後 裡面大概有四對 是一個很通諾的狀況 那女性是比男性跟女性都會通諾的 那在相信的能度裡面 有人用護證跟進資料來做 林修哲老師是用護證跟進資料做的 那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護證跟普查的差別 是嗎? 你們了解嗎? 我了解 好 普查就是理論上要有人去你家敲門 然後問你們家所有人的資料 那護證跟進資料就是理論上 你們要自己去護證事務所報到 去跟他講說你們家發生了什麼事情 包括你結婚 你的教育程度的改變 包括你遷出或遷入 你問一下 我們政府都希望大家去做一個良好的功能 你去護證事務所報的登記 可是除了多數啦 除了結婚啊 暴出生之外 很少人去跟護證記都打交到 那其實這個等一下 這個有一個隱憂啦 可是兩千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是這樣子 欸 這樣子好 那李修哲他用護證任意資料來做的時候 是政府給他的資料 他的發現是這樣 就是大概四隊裡面有一個是疑問的 所以我們的資料其實是非常詳盡的 雖然說我們用的資料屬性是不太一樣的 用普查做出來的比例是更高的吧 比林修哲看到的更高 那我覺得我們不能說對錯 我們只能說用不同的資料做出來的不同的 對同一個項目上所做出來的不同的推論 其實可能跟資料屬性分別是有關係的 欸 這個是我的博士路 那剛剛其實童老師有幫我介紹 童老師有幫我介紹一下 那時候在下副標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雖然是社會學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有一些人文的意義 是礦位 所以希望想一些比較具有想像 讓大家有一個空間的一個副標 所以我就用這兩個對比的字眼 那一般我們通常在 我一開始在切入討論原住民的時候 其實是從一個人口研究 就是講Libration的研究裡面去出發的 那其實人口研究 其實很多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主發 就是移動是一種基礎性的移動 是一種經濟理性的算計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學派 新古典跟新經濟裡面都有一些各自的預設 他們所預設的都是像這一塊 就是個人是一種主動的 所以移動的人他們越來越好 他會取得更多的機會 他又可以跨越 或是可以克服他先天來的一個結構限制 可是這是理想的狀況是啥 那這個理想狀況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學說的一個預測 他其實是建立在西方的一些 多數的一個經濟性移動的一個基礎之下 那原住民的一個移動 我們看到的比較多的像這種 就是輾轉流連 像足水草而居 然後是沒有辦法的 是水波足有的 那通老師其實都好不好破題 就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就算你是用這樣子的形式 你貴船不包含了這樣的意志 那他從長遠來講 從社會面上來講的話 其實看起來像是流連輾轉的一種等口 好像不得住的 或者是一個隨大志所屈的一個被迫清的移動 其實他還是有一個間接的改善自己的 或者是提升自己的運動性的關係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時間講的 就是我們來講一些 跟這個沈鄉移動比較相關的資訊 就是原住民的移動 多數來講像都市原住民 像都市原住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跟他到底要怎麼樣改變 其實這個之前我們沒有討論 那很多人在使用都市原住民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經過這層討論的 他們就直接的說 就是比方說在西州或者是在聖殿小異台 我們就理想當然說他是都市原住民 那都市原住民其實他在法規上 或者在園民會自己跟面上 他其實是有一個故事 那地區是跟他的固域地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的固域地是設在 55個山林平地的地方之外的地區 你就是才是所謂的 園民會所認可的都市原住民 那其實他認不認可你是都市原住民 根本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其實原住民的相關的福利 他是跟你的族群身分是有關的 跟你說涉及地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都市原住民跟一向原住民 他其實基本上他在社會的處境跟結構上 就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有必要 把他進行一個因格的區分 那原住民的移動其實是從60年代末期就開始 然後當然他有非常多原因照顧他的移動 那這邊很好提 那之前我那時候做博士入門 最主要運用的資料是2000年的補查資料 跟2007年那一次的原住民政策變件調查資料 那政策變件調查資料 那政策變件調查資料其實他有他的特殊性 跟他的重要性就是在我剛剛說的 這1983年那時候的理議員所進行的那個 山地形政策研究 他是當年度跟那個時期最重要的一個 原住民數據的一個來源 那那時候的一個數據調查的對象 其實多數是在原鄉地區 就是這個暗示的地帶 但基本上那時候已經有部分的 原住民人口已經壞了 可是那時候的資料是無法去展現 因為他去掌握的 那2007年其實他已經隔了非常久的時間開始做 那在座的時候其實也有很多人會說 原住民已經是一個被調查到一個不犯 就是已經是過度調查 好像所有的資料都投入住在原住民的一個社群身上 比方說最常或者說受到最高的人生學家 社會學家、調查學者所騷擾的 大家是不是來臨嘛 就是這個地區很小 或者這個區域群體很明確 這是最好做調查的地方嘛 人生學也好、社會學也好 大家都喜歡去做一個 就是建立明確的一個社群 所以原住民的社群其實有很多過度調查的對象 就是這個社群可能今年是這一批學者來做 明年後來還有另外一批學者來做 所以同樣我們都對同一群人重複的去調查 那2007年其實它就是一個全台性的調查 它有分原鄉跟非原方的一個調查 那其實這個地方資料我在 在那個那時候出版的專書的附路我有寫到 那個附路其實可能很多人讀書都不會是讀附路 因為覺得附路就是沒有像中的這麼重要 所以也可能可能讀 可是如果你想要了解調查 或者是了解那時候的原鄉 在調查上面混進的話 就附路是那種 那單本書的附路是一個 你寫得非常詳細 剛剛那個洪老師講出來的那個試乘的數據 就是我們從那個調查過程中去推導出來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發現說 因為那時候在做調查的時候怎麼做 我們一定要有所謂的母親名單嘛 就是你的抽樣清澈哪邊來 那時候抽樣清澈是從戶籍登記資料來 就是戶政資料 就是我們去戶政事務所所 所報的那些人口的登記資料 那理論上政府的想像裡面就是覺得 這套資料已經可以管理全台灣人口了 可是當然它是不行的 所以才要做補償 那我們用政府所掌握的一套全面性的人口 全面的人口資料去做調查的時候發現 有非常多的人根本就不在他的戶籍登記地 大家可以想像自己的狀況嘛 你們的戶籍登記地在哪裡 那你們最主要的活動須域在哪裡 大家來臺北念書 可是可能很多人從土南部 或者是從外島地區來的 那你們的戶籍並不會去遷积嘛對不對 那所以人口學家或者是政府對你們的理解 就是你們還在你們戶籍內去生活的 那對你們所有種種的理解跟推幅 都是按照戶籍人口來做的 那我那時候在做2007年的調查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我們有非常良好的一個戶籍架構 然後我們就很天真的拿著我們戶籍架構去原廂做調查 然後大概敲了十次門大概只有一戶在家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來看 我們就發現其實原住民的人口的移動 跟他的一個人機分離的狀況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才做出了戶籍裡面所提的那個推幅的資料 其實大概是從2007年政府所給我們的一個戶籍登記資料 原廂的原住民大概還有六成 然後有四成左右戶籍已經牽離原廂 可是我們真的去原廂綁查的時候 發現它是更嚴重的 然後大概是反轉過來 大概只有六成的人口已經亂流出來了 四成還留在原廂 那甚至其實在原廂地區 在非原廂就是在這些位區或非地位區的 一定的戶籍資料也是不準確的 因為他的一個人口的移動的狀況是非常 移動的頻率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這個調查做了非常的辛苦 然後你如果要經過他的一個抽樣的一個 你要經過他調查的一個樣本的代表性 所以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補救的方式 想要去還人出那時候2007年的原住民 跟人口的一個空間分布的一個狀況 好,來,舒適一下 可以慢一點 那在這樣的速度不妨來各位理解吧 所以那時候用2000年的檢查資料看到的是這樣的句實 那其實我最近有用2010年的資料去做 最近一次的檢查是2010年年 那為什麼還是用2000年? 當然第一個是因為習慣性 第二個是有他的這個 有他的正常性是因為 2010年的檢查資料 他不是一個全面性調查資料 他是一個16%的抽樣調查 那這樣的16%的抽樣調查是針對 派人口而已 不是針對其他原住民之外的人口的16% 那原住民部分的一個調查 他到現在我還搞得清楚他怎麼做 我問過內部的一些委員 他們說原住民我們要全查 可是沒有,從資料來看的話 大概原住民的抽樣的比例大概24到25% 就是比派人更高一點 那我就問那你們這次要怎麼來的 就是如果你用21年的普查的話 就算個資料還是57萬 卻還是一個全台原住民的狀況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全數 你可以把它加學 你可以把它撐回去 就是他放大的全數是多少 可是其實上次非常有問題 就是因為他的 他用部分的人 然後去想要去反映全體的一個原住民的狀況 我聽過兩個說詞 一個是他們是一個比派人更 但是他的抽樣比例更高 那另外一個說他是用公共登記資料 就是戶口登記資料裡面的 民主民是串聯回來的 那如果他是用戶口登記資料去串聯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人機運的狀況 就這些人其實他不是真實的住在那裡 那他的一個空間分布上 他的2010年補查代表其實就會有點問題 那如果我們假設他政府部門 好好的處理的話 哪些2010年的補查 也可以代表民主民的人有真實分布的話 他大概是這樣 2010年的原商人口大概是4000 那跟我們當初估出來的也差不多 就是我們當初 我們用三個群台資料去估啦 一個是2000年補查 一個是2007年護證人民資料 就是那時候做調查的一個媒體資料 他大概就是6比4這樣子 然後我們做調查之後發現應該是4比6 可是2020年的補查 如果他使用護證串聯的話 他其實已經到46比54 就是46比54這樣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 從不同年 就從這10年來看的話 其實有慢慢的 在大塑料上 他其實還有一個 是有朝那個 非原商地區移動的一個趨勢 那如果我們去根據 我們2007年實際去部落 跟非原商地區去面榜的一個 流失的一個比例來做一個家庭的話 現在2010年之後的一個住民人口 理論上可能啊 如果是一個等比的狀況的話 可能現在的原商地區 剩不到30多的人口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路 就是這個是2007年 非原商地區資料的一個分母組 他其實已經慢慢地往非原商地區去移動 他當他移動的話 不是一個均值的 不是一個隨意發散的狀況 他跟他移入地的一個設計規模 跟他移入地的設計存在是有關係的 那這些就是一個 同學可能會比我更有經驗 更可以分享的東西啦 就是直信的一些研究的發洩 那剛好就講 就是在我跟我們一起找到日本 就是在講 我們有在這個部落這邊做一些踏查 然後做了一些房產的一個結果 那大家看就是跟附居有關 那剛剛說到 這次移動不是一個均值的移動 在從經濟學角度看到的移動其實是 移動它是有一個成本性的 你個人必須要理性地去決定 你要往哪裡去動 那你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往 看起來機會最多的地方去移動 他必須要去衡量 你現在自己所擁有的資本 那原住民的移動其實基本上 我們有用設定屬性去做一個變相 去做一個區分 我發現說他不會往 比方說台北市好了 他不會馬上去補腦 就是大安區可能設定屬性最高 或者工作機會最多 他不會馬上就跑到這裡來 或者不會跑到這裡去 他基本上是跟他自己所能夠 負擔得起的地方是有關係的 所以原住民如果外流到都會區的話 他通常是在都會區的左邊 比方說三重 比方說樹林或者是英格納尼 因為他的地價或者是他的生活的 生活的生活價值 所以相對來講較低 他可以負擔得起的 那他怎麼工作的半程 我是來到東興區去打工的 那是不是有問題 那在另外一篇文章裡面 其實是做北部的原住民 因為從1970年代開始的一個 原住民的一個人口移動 他其實有個趨勢 就是他是往三大都會區去移動的 就是北重南三個都會區 那最主要的人口最正面 或者是高屋成長的地方 就是北部都會區 那這個北部他其實不是只有台詞 他大概是雙北跟桃園這樣相接起來 這三個北部的都會區為主 那利用那個也是 那時候是用2000年 2000年青年的護身資料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地圖的一個繪製 發現說他所集中的區域 跟射精的一個 射精屬性的熱點是不一樣 那我順便處境有大概是用 當地的一個非農人口的結構 就是從當地的成員人 有一個不是從事異級產業的人口比例 看的是當地的區域的產業的組織 然後還有看當地的一個人口的教育程度的平均 那能口教育程度的平均越高 然後從事異級產業的比例越低的地方 的沙士金的發展是越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大安區或者是雲山區這樣的概念 好 那如果我們把自然的屬性內容放進來的話 就發現說其實原住民的民族的地方 只會不可能在這裡 它就會集中在可能是地價不較低的地方啊 或者是相對來講交通成本的程度 交通地以上的商品性是比較遠 可是它比較能夠負擔在企業區域 所以那個原住民的居住的熱區 跟設計優勢的一個熱區是較不易 是完全錯排來的 那這個是跟買閣區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原住民的移動其實它是在 它雖然很努力的想要去尋求一個生機 可是基本上他們所得到的對價都是相對較不好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數據 就是從各個面向可以看到其實原住民 它以鄉值得望的生活 或者是它的一個工作的處境 其實並沒有來的更好 那這件事原住民跟全團的一個比較 而且從先舉個看 然後它非常它的 它是和人移動的一個 它是和人移動平私的最大一點點 然後呢它的 這個是什麼 超高不見的 它可能是它的工資吧 然後這個是它老公的產業 它有更多人脫到市場 然後它的工作的時數會更長 然後脫的時數 然後是薪資 然後失業的貢獻會更高 然後原住民的一個人力資本上的話 它在老公市場是組一個比較福利的一個狀態 因為其實它跟全台的一個教育水平的相比的話 還是比較低的 那可是其實多數的原住民都有更多經驗 其實多數的漢人也有 可是原住民它的比例會更近 大概有36的原住民 它都已經離開到他們出生的地方 那如果看一個比較近期的移動 就是普查觀察是一個五年的區間 這五年你也沒有做過移動 那我們從一個年齡點來看的話 原住民移動的高峰跟漢人不太一樣 它一樣都是大概18歲左右 可是原住民的一個高峰是更高的 然後它大概有40歲左右的人都已經離開它的原鄉 這樣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進行方 那這個是在遷徙的一個領域裡面 我們做的一個分類 就不同的移動方式啦 你剛剛就初級的 就是第一次離開你的原鄉 第一次離開你的家鄉出生地道初級的移動 那之後這兩種就是所謂的 這兩種就是所謂的 這兩種就是重複移動 那重複前行裡面 repeat migration裡面有分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那個onward 就是連續性的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是一個比較積極的 比較能夠去克服 或者是比較能夠去承擔移動成本的 那這種通常在漢人的 或者在西方美國的一個執政研究裡面 這種文化它的中正收入是最好的 就是它不斷的跳槽 然後累積更多的資本這樣子 更有能力去克服這個移動所帶來的 一個負面的成本 那這個 這個地方好像是一個比較不好的 就是可能就是你在當地 然後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生存機會 所以你只好又回到你上一個 上一個居住的地點 或回到你出生的地方 那原住民的移動比較特別的是 我在博士幕裡面有提到 就是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個從不信的移動的部分 它的發現跟它的特質 就是剛好跟西方的既有的營舊 還有跟多數的漢人的一個屬性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於原住民來講的話 你能夠回到原鄉 或者是回到你上一個移動的地點 這樣子的人 這樣子的一個移動者 它的一個設計表現 反而是比較好的 它這種像那個炸猛一樣 跳到跳去的 或者是不斷看起來好像很積極 不斷地去尋找機會的這群人 其實它受到 它所呈現出來的一個設計屬性 反而是最低的 那我在博士幕的地方 其實有很大一個人們在提這個 好像是重不接駛一個悖論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部分可能比較精進學的東西 大家可能比較有心思 我可以忘記住嗎 可以啊 大家好 可是如果說是它是回到家鄉 然後又跳出去 再回到再跳出去 它等於兩種情況交織在一起 都要念什麼 其實這個是一個面對 面對面的關係 我們只能看到我們也一起 就像這種的我們就看不出來 那我剛剛提到的是 刺激資料還有一個確診就是 我們其實很想看這種東西 可是刺激資料裡面 補償它只記錄五年來 就是五年前你住在哪裡 現在住在哪裡 那我們用這個兩個地點 還有它出生的地方 就做一個三個地點的比較 我們不能看到的是這種跳來跳去 這種跳來跳去者它其實是另外一種類型 那種循規性的移動的人 它可能介於這兩種分子之間 可是如果就算 因為補償資料其實用補償來做 它可能沒有改變復習者 它可能沒有做復習的事情 對 它可能沒有 可是這種人就 因為從五年期來掌握 它看不出來 它可能是不同的形式啦 可是我們用兩千零七年的調查 來做的時候 是可以掌握到這一群人的 可是這一群人其實 它還是呈現一種跟國外實證研究 不一樣的發現 然後像這種跳來跳去這種循環性的移動者 它其實就是所謂的redued migration 那它其實就裡面有包含像我剛剛講的 有這兩個不同級別的類型 可是基本上它還是跟我們用短期的關卡 是一樣的 就是你只用onward的方式 就是反而是越鼓勵的 嗯 所以 佑總老師要說 所以在我們對這邊下 我們沒有去處理這一塊 可是在普查 在用調查資料的時候 我們有去處理這一塊發現 其實它跟 你用這種長期的觀察 跟重短期的觀察 其實它的 它的屬性還是蠻詳盡的 沒有太大的別動 可是如果是這兩種它交織實用的話 它會屬於哪一種 對 它會說它是另外一類 我們把它規規 我們還是 我們有一個 嗯 什麼 或者你會把它拆開變它兩類 好像其實在書錄裡面 我的第六章有注意到這一類 那那一類的話 我是用中生的這樣的概念 像這個 用Light Home 版的選用這個 我們就不看 就不要看它短期內那個波動 我們看它到底有沒有離開它的屬性 然後看它到底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分那個很細緻的分類 就是它是在成年期才移動 還是說它是在成長過程期間 比方說十五到 對… 中間移動 那個… 那個移動就分得好像更…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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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 如果有點忘記 那時候的一個也就有結果的發現 可是其實比較… 比較… 比較難 其實跟國外有一個既有的明線做對比 是這種明年期的一種 因為大家的接近關係是一致的 對 所以美國 比方說美國是非常好的 美國的普查是要如果做migration 用普查做的話 他大概也是用這樣 就是五年來上映的更新的印度 跟現在的差別 他們看的是轉型動物的趨勢 我會有一點好奇 是因為實際上台灣的空間很小 跟美國來比 其實在這個做migration上不是非常適當的 因為美國來會牽涉它成本太高 它的 它不太容易 台灣來回是可行的 尤其越到近年越是這樣 因為交通時代很方便 我可以 我不需要我遷移一次 我出去我不回來了 我應該是會來來回回 它越來越是 我可能一輩子我坐好幾個地方 可是我跟我的家鄉永遠有關係 這是一個可能的形態 尤其像可能20歲這一代 他們這一批賽出來 應該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對呀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國論最後的討論 也都有提到 其實那時候我們用以經濟學 跟以美國的那個migration的 如果有做基礎的 後面也會提到我自己的反省 其實不是這麼的適合台灣的原住民的研究 是不是台灣的移動研究可能也不太適合 因為像我剛好是講 台灣是一個像對於講地理的 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疆界沒有這麼久 像我們前面的壓迫 我們過去可能是相對小的 可是對於論文檔即使是這麼低的移動性能力 他還是看得出來一些選擇性 一些看得出來是某一些人 某一些特殊的群 他自己的他自己的 那像這個 我也就 我不知道要知道要怎麼樣去克服他 沒關係 我也想休息一下 所以 我們這個部分可能 這個有興趣大家可以上這個 國土去看一下論文 鏈子檔 那其實我講一下那個最終的一個反省 所以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是用 這個 我們是用所有等到所有的出發 雖然我們的資料是很便宜 其他人是問題 可是我們所有的理論基礎 因為台灣是現場都沒有理論基礎的 所以我們用的全部都是 很西方的一個性質研究 我們把內地檔能夠用 有部分的適用 可是多數來講是不那麼所用的 比方說他們對那個 餘廠的一個概念 他們通常把它分譯成一種 就是錯壞型的一個 錯壞型的一個回歸 尤其原住民的一個設品 裡面的保證其實不是這樣子 當然有部分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多數 回到原廠的原住民 其實他是更有可能的 因為他的一個參照背上的關係 因為他都在連繫的 在過程裡面是連繫出來的資格的關係 好 那 所以這個是國論的部分 都多數在講現實 那其實大家比較感興趣 或者是我近年來 就是這個大概是三四年前有研究的 那我最後做 現在在做的比較關注的 其實是已經不再是 還是會有一些移動的概念 就是還是會去觀照 不管有做什麼樣的 研究還是會去觀照 那個空間別的差別 跟移動的 移動所造成的一個不同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會跟著觀照 而是他在社會民間上 一個表現 那剛剛黃老師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誰是都市原住民 或者是都市原住民 要怎樣去定義 那我們一開始在這個 我們2007年的那個調查案 其實他從2005年就開始運作 那包含幾位的各個領域的老師 那多數一開始大家 都從各自的領域 對這個議題去想像 那在討論到都市原的時候 有些有些不同 有一些學者 或有一些老師 他們就想都市原應該就是 我們在都市沒看到園園 比較多遠 然後或者是他覺得是住在都市原住民 是一個園住民還是都市原 那你就問他說 他也覺得在雲林縣的園住民 是都市原嗎 你覺得在苗栗縣 在彰化的鄉下 還有園住民是都市原嗎 他們就會覺得 他住在鄉下的地方耶 叫鄉人 他那樣不能這樣叫 所以他就會突然 跟都市原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界定 他會產生另外一種 他就會衝掉他的想像 那後來 從社工系的老師幫我們去做一個證 他就從法規面來看 他覺得都市原就是一個 民會所住民的 就是在55個3D病例園 相涉及的才算是不適合的 好 那其實民國區簽戶籍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一個福利 或者是 簽戶籍其實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來的女豬工作 那你能不能夠 把一個戶籍簽到什麼的事 如果你遺憾的人 他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成分 對不對 比如說你去租房東礦 那樣子 那國區會簽籍的話 都是因為有小孩 然後有自己的房子 有小孩 然後小孩因為讀書的關係 所以他可能需要去簽一個父親工作 要不然多數 大家如果是一個單身 或者是一個比較變動的狀況之下 他不會去任意簽他的父子 所以其實簽籍他有一定程度 是這種重新紮根的一個況味 那現在比較多的討論 包括是都市民的就業問題 還有他的生活適應的問題 那我覺得比較不好的是 我覺得一般大家想要 戶士的住民就把他問題化 其實想到原住民啊 不管是都市的還是原鄉 大家就把他問題化 覺得他是一個社會問題 他還有很 想到就業就想說 一定有失業問題 然後想到就學 一定有一個學習障礙跟落差的問題 那都員也是這樣子 不管在哪個地方 他們大家都看到 都是一個什麼適應的啊 是一個問題面的一個狀態 那我的談論的我談論的都員 或者是 你連結我裡面所呈現的都員 基本上比較不處理 或不用這樣子的一個 立場去討論 那基本上也是因為資料所限的關係 那我還是習慣用私資料 去做一個關係 那也是用很常 我有一些調查的資料 還有一些抵討的資料 主要看的是一個婚姻的狀況 那 那剛剛說 下面有點長 這就是一個 一些相關的背景 比方說其實都員 它其實是有個 它是有高度一致性的 包括你所在的地區 那如果我們不要說 用這種大範圍的表情 你知道的話 比方說世代的差別 只是什麼時候來 你已經什麼時候來到 你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那你成為都員 這樣的身分 代表不久的時間 那這個在家族裡面 是不是有這樣的歷史 比方說你爸爸媽媽 什麼時候來 還說你是來到都市地區的第一代 這樣子 就是都員的所有的世代 那剛才我老師講的 一代都員二代都員 通常我們一個分類的方式 就是它的出生地 如果它出生地就是 因為一開始 你的住期的戶籍 就是在飛遠鄉地區的話 你就是所謂的二代的都員 那你可能你的爸爸媽媽 是在不同不等時期 來到這個地方的 那一代的都員就是 它一開始 它的一個戶籍地 或出生地是在 它的出生地是在原陽地區 那大概生命的某些 這邊來到浮軌區 或來到飛遠鄉之外的區域 然後落寂了 它才是生為的 它才有 有一個出生地的身分 就是它屬於原在的都員 就是它才曾經 有過原鄉的生活經驗 那二代都員的話 基本上二代或三代都員 就基本上沒有這樣的經驗 跟這樣的屬性 它可能一開始就出生在 父母親在那邊工作 這邊工作 然後定居下來 它就在 然後在台北 或者是在台中出生 那它被原鄉的想像 它可能也會過原鄉 參加落附落的一些 一些慶典 一些慶典 或者是記憶 可是那不是它最主要的 生活的範益 那所謂的二代的都員 那可能二代都員現在也長大 它可能會有三代 如果只要一定接近的話 那當然它有可能像同學講 它有屬於之間的 它可能再都會去成長 可是之後要長大之後 他決定要回鄉 沒有認識這樣 沒有認識這樣子的一個群體 所以其實都員這個團體 然後去接近它 你要用什麼樣的面向 那你其實它也可以看 從不同的面向可以看 它其實也是 具有一個高度 一直信任的 那如果我們不去跟那個差別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是 我們有從教育啊 就業啊 Honet class 三個面向來看 那 這邊好像有數據 好像沒有 我在某一篇文章裡面 好像有小孩 有喔 我自己都寫到忘記了 好 那我後來比較集中處理的 沒有 不是只有關注都業 我剛好看到的是原住民群體 不管你是原鄉的 還是都會去的 那我處理的是 婚姻這個面向 就是哪一些人比較容易 或者是為什麼他會跟 當然為什麼我回答不出來 就是哪一些人 他有怎樣的傾向跟屬性 會比較容易有比較高的一個 通訓的狀況 那如果從都業內部來看的話 二代的都業他當然是有比較高的 這個也是那個機率來看的話 如果你是漢富原 我們有區區分性別的一個坡度 就是原住民的復興 跟原住民兩個現在是不一樣 那漢富原 如果你是來自原住民的媽媽的話 你通通的比計算大概是三者 那三倍 比那個內部 你爸媽媽都是原住民結婚的人 那個小孩來高出三倍 如果你是爸爸就是原住民的話 也會高出六倍 然後我們發現說這個 竹田接線轉移 是一種建議的 就是隨著師債去遞著那個 那邊有畫一個竹 欸 許建了 那從地理空間的一個移動 到這個婚姻界線的移動 從婚姻界線的一個改變 其實它是一個看到的界線 它不像這麼明顯的江戶 你一旦踏入了這個行政區 你踏入了 你踏入了一覽 就知道說這是原住民的鄉樽 或者是你到台東 就知道這是一個原住民的地方 那其實婚姻的改變 或婚姻的一個 婚姻界線的一個移轉 是一個看不到的 你看到這個人 他不知道是原住民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或者是他現在跟誰 但是正在戀愛 所以這種看不到的界線 就是講的是社會界線 你也不知道這個人 或者是原住民的群體 跟大師傅的關係到底是誰 那我們從通溫 從數據上來看的話 通溫它其實是一個 比較客觀性的詞 比較客觀性的詞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 隔漢關係的詞 怎麼一樣 那其實原住民跟看人的一個分配 它其實是有一些條件 有一些社會脈絡的條件 你要說你要社會接觸 你一定要在空間上互相疊合 然後你一定要是常接觸的 那你的社會網路 跟你的個人的資本 文化的效率 跟社會 跟經濟的資本 那當然這個問題就是 有漢通貨的問題 它有很多的這個探討的一個 可能性啊 然後認同啊 什麼政治方面的 都可以去做 那我們最主要是要 是不是要去看說 到底有什麼 不同的一個人 就不同的書生 通往它是怎麼樣去改變 那我幫助說 如果你要做一個族群通貨的研究的話 其實台灣已經有相關的 覺得在做 可是相關學者做的面向 比較屬於是漢人族群的一個研究 我剛剛說我們早期做滿多的 一些那種外省人跟本省的同婚 或者是客家人跟什麼 客家通貨就跟本省啊 或者是本省跟閩南之間的同婚 本省跟客家之間的同婚 所以大概是在這三個 三個漢人族群之間去做 然後蔡淑林啊跟 蔡淑林做的比較多 就是大概三個漢人族群之間的同婚 那時候的 在漢人的族群裡面 也有一個他去的 位階的時候通常是 然後外省是一個比較高的位階的時候 他對閩南跟客家的一個 折偶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發現說在這樣子的 論述裡面 這個是用面化的資料來說 在這樣的論述裡面的話 原住民是缺乏的 那當然他最大的感染是因為面影資料 因為多數的調查 原住民就是不到2%的一個入口比例 那就算你有2% 以前的裡面你有20分 你們實在是怎樣做 所以這些社會學的相關的原住裡面 就把原住民直接顧虐掉 因為我們做不到 不能做沒有資料 那比較多的可能是比較企劃的討論 人生學的討論 或者是一些民主學 或者是家庭做學的一個討論 然後說要去討論 原來通關家庭裡面 什麼太陽族跟太陽族 已經價格當地的什麼漢人這樣子 那你比較少可以用大數據 用比較全面的數據 去觀察一個族群通分的現象 它這個是族群的邊界 它其實是不只是地理的 也是社會的 不是固定的是流動 那如果我們從用通分作為一個族群關係的一個試劑 就是去觀察這個社會裡面的一個族群的一個和諧程度 或者是族群的一個彼此的一個社會距離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出這個社會的一個 族群通分是一個對稱或不對稱的一個方式 它可以看出它的一個婚配的一個邪度是什麼 比方說它是一個交換分 是不是優勢的族群 用自己的優勢的族群地位去交換 弱勢族群的一個社群地位 那像在美國的黑白蜂就有這樣的狀況 就比方說黑人男性 他可能是一個律師 他去取的是一個白人中小學 或者是國中教育程度的一個女性 他可能在做服務 可是他交換得來的 對那個黑人男性來講的話 就是得到一個族群位置的一個提升 因為他可以跟白人結婚這樣子 他可能是這樣的形式 那我們在一開始要做之前 其實我們多數 我所有多數閱讀的 是美國的一個黑白蜂的一個文件 那我們當然也想去參照 比方說美國的印第安人 跟白人的一個結婚的狀況 我發現很遺憾的是很難找 找不到很少找 很少能夠看見 也很少有利涅化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 我們那時候對比的方式 都是用黑白蜂的 一個弱勢跟強勢的族群的一個婚姻關係 那圓圖群中生他會不會就賣入了 比方說在教育的程式上 因為多數的一個 之前社會病庭調查他其實有提過 多數我們遇到會來配偶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在學校社區裡面 就是大家可能看看 或是想一下你們過去認識的疫情 他很可能在檢驗會就會成名的伴侶這樣子 這個是調查的結果 就是多數人遇到自己的伴侶的場 就是在學校裡面 然後再來的部分是在自場裡面 那如果是學校裡面 是遇到未來伴侶的一個可能的場合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原住民雖然上的人口 其實他有慢慢變多 那他可能隱含著是 有越來越多的進入大學的 或者是五酸以上的原住民 他有可能去跟漢人族群去做一個接觸 那也因為這樣相對較高的一個教育的 或者是能力的資本 他可能比較有機會 或者是比較有能力 比較有辦法去提供籌碼 作為一個通婚的一個交換的一個方式 那我剛剛說族群通婚 他是一個具有指標性的一個客觀的一個指標 是因為其實我們可以透過一個通婚的 好像社會距離的公式吧 你可以算出來不同族群之類的距離是什麼 比方說我們用複雜資料來算的話 美國比較多的是在黑白婚嘛 所以美國黑白婚的一個通婚距離大概是什麼 就它們距離是越高的表示越不好 就是表示這兩個族群或這兩個團體 這個的話他的格數是越大的 他越不可能去融合了 那才1980年代黑白婚就是 他的一個通婚距離大概到48、47 然後慢慢的縮緊 到1990年代大概到42、43這樣子 那台灣2000年 因為2000年才有原住民 我們2000年試算的時候發現 台灣的原住民的一個 原住民跟漢人的社會距離大概比 會比10年之前的印第安人跟白人 來得更高一點點 可是會比10年前的黑人跟白人來得更近 那如果我們有資料我們可以繼續做 我們可以做了2010年 那如果主機處願意再把查資料 變成全面性調查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一年年去累積 用這種大數據去觀察 到底有他們關心的像政客 或會讓上位者去宣導 而是越來越前還是越來越越 我們可以用真實的數據去說話 他其實是一個改善的狀況 或者是他是一個合法的狀況 那這個是一個相關的公式 那如果我們什麼公式是 公式裡面去試算出來的話 其實還滿有趣的 這個是腦筋的資料去算各種族群 那時候只有九個族群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哪一個族群他是一個比較 跟其他族群是一個相對來講 社會距離比較短 比較近的、比較小的 而且關心說其實泰雅族 富沙美族是泰雅族 泰雅族的族群是一個最小的 而說泰雅族人是最容易跟外族混亂的 不管是害人還是泰雅族的族群 那九個族群裡面 最不容易跟他燃燒通通的 其實是亞美族 就是高族 那可能是他地理上的 或者是族群性的關係 那所以用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可以去做 可以作為各位在做人類學研究 或是適合調查收的一個 參考的一個訊息 像這個 這個是沖溫的一件假修 然後說 因為我們那個法農的寫了書 他就說 他就關卡到那個 在法國當地的一個黑人同胞 他發現說 他們會很習慣性地去取白人的女性 然後想要生存的顏色越來越淡的小孩 然後彷彿這樣就改善了他們的地位 然後就改善了他們自己的自我 就改變了他們自己的任命 這樣子 那我們一開始在做 我們會想說 那個原住民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會不會是原住民的精英分子 或者是一些得到了永有的機會 或永有的權利的原住民 會不會有想像這樣 那我們看到 其實後來我們相關也會發現 其實一定會有這樣的狀況 會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並不是一個女生 它是有自己的差異 那相關的 跨族群的一個研究 其實它會出了不同的 在社會權利域裡面 還有不同的預設 不同的一個論據 比方說肯自己的交換魂 或者是從一個婚姻研究裡面的發現 在1990年代之後的 多數的現代社會裡面的婚姻 又是同職魂 或是比方說教育同職 或設定地位的同職 它其實跟你的族群是很大的關係 然後或者是因為個人 擇偶偏好 包括有人會說 因為原住民女生特別漂亮 所以也不看男男性 也喜歡學的女生 這也是一個擇偶偏好的說法 然後或者是因為送到婚姻 區域婚姻市場的關係 那跟migration比較相關 可能就是最後一個假說 區域婚姻市場 就是說你想要你跟誰認識 你跟誰在 你跟誰可以成為 誰可以成為未來的 就像其實跟你們共同生活的介入 是有關的 如果是我在台北 你想要去取一個動作的 嗯 實在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們必須要有一個機會 在同樣的一個物理空間裡面去現 就是所謂的區域婚姻市場 你們在這個婚姻市場裡面 想你們才有可能在一起 那區域婚姻市場這個概念 是在社會學所提出來的 可是很吊詭的是 區域婚姻市場這個概念 基本上在電話研究裡面 很少人去實證它 很少人去做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能會想 那所謂的 Longal Marriage Market 它到底指的是哪 多大 是大家都要搭在區裡面 才算是同一個市場嗎 還是說大家都在台北市 大家都在雙北市 還是說大家都在北部區域 所以其實這個真實 真實的一個介入要用化設 是很困難的 那我後來有用了好多種不一樣的一個 區域的一個指標去看 那方便說其實台灣的一個區域婚姻市場 可以影響這個 這也是比較合理的 你太大了 比方說同一個台東線 或者是同樣的花蓮線可能太大了 那區域婚姻市場 基本上它是比較強調的是 人口組成跟結構面的東西 比方說是性別比例的關係 那怎麼樣的 這樣子的市場裡面 你的潛在的只有多少 然後會影響你結構的可能 在兩年前有發表一篇 也好不容易就專門做台灣從19 他們兩次的資料 然後探討四個不同的出生 出生的一個出生的年倫組 然後他們的一個 原住的年倫組的狀況 那年倫家現在還沒有正式的發表 可是董老師給大家的記錄 好像比較沒有提到 一個中式溫這個部分 那其實在那天文道裡面 我們發現說90年代 90年代之後出生的一個 90年代之後成婚的那個口口 其實多數是所謂的同情文 就是他們其實因為共同的生活機率 共同的相近的一個社經屬性 他們才會成婚 那在他之前 90年代之前成婚的元漢跟貝 多數是比較交換的 他可能已經有預設了一種 族群地位跟社經屬的一個交換的屬性 那台灣的原住民的 原住民跟漢人之間的同溫 他其實是有一個性別的波動 就是原住民的男性比較不容易 或者比較 比例上比較低是跟漢人女性同溫的 可是原住民的女性 他其實他的同溫是沒有能排的 就是不管是怎樣的一個教育屬性 或者是人力資本 他都有可能 就是他在跟漢人同溫的比例上 大概有相近 那原住民的男性 只有集中在少數的區塊 就是高中職以上 特別是教育屬性較高的原住民的男性 較有可能跟漢人女性之間 那這個是相關的一些 一些背景知識 就是我們都說 有漢通婚、有漢通婚 那其實不是個人的意願 那其實你要看大社會 對漢人女的態度 那從不同的年度調查 不同的調查資料 其實都有問到類似的問題 就是說你願不願意 有的是問自己 有的是問你女兒 有的是問你的小孩 就是你願不願意跟漢人去結婚 或者是願不願意跟你的小孩嫁給他女兒這樣 那不同的年度的資料 其實發現說 台灣的大社會的態度也是有改變的 好 就是 沒有 這個是 這個是原住民願不願意跟漢人 那還有下一個是 漢人要不要跟原住民 就是族群的社會距離 我現在有另外一個書書 我忘記放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 剛好是一個相近 他其實是相近跟雷同的 就當原住民越來越願意 接受跟漢人遞臉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大社會的漢人態度 在另外一個調查裡面 他其實也是顯示這樣的趨勢 他們就原住民的一個盤級 或者是對婚姻接納的程度 也越來越高 所以他是一個相互的 雙向的一個趨勢 那他當然還有 我們做一些基本的一個差別 像說原住民 都原跟女鄉住原 我差別很當之一 那這個是我們還進入去 分上是一代的還是二代的 他還是就是隨著跟漢人的一個接觸 越來越深 或者是地理區域上的一個 接觸越頻繁的話 其實他的一個社會距離感 會越來越弄 那這個是 只有自己是做還沒有正式的去研究 就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原住民的男性跟女性 他的通婚的一個發生的避免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他背後是有一個推論 就是多數的出外去工作 而且人都留在當地的 原住民的男性 其實基本上他的設定分子是比較好的 他的能力是比較高的 那只有 唯有這塊的原住民男性 他比較可能跟漢人女性同步 那原住民女性嫁給漢人的話 基本上他是沒有區域上的一個 集中性的一個差別 他就是無門檻的上架 所以他其實 不管在哪裡 只要原住民女性跟漢人有機會去接觸 他就有可能出生一個通婚的事實 那這個都是一些世代的一個差異 那我們有把那個1960年開始的一個 進入台灣婚姻市場的那個外省 我們把它算進來 反正說其實這一批 因為其實原住民跟漢人的一個 公佩、公佩研究裡面 有一種說法是原住民的男性 外省的男性 那些外省榮民或者是外省老兵 他們去取因為找不到對象 所以去取一個台灣的弱勢族群的女性 就是原住民的女性 這樣的說實 我們常常聽到在一些影藝 或者然後我剛好舉到 老末去聽那個 他其實講的就是這樣的例子 或者是一些歌曲 他其實重複地去提出來的這樣的 這樣比如他通通的一項都是一個 外省老兵、外省老農民 然後取一個原住民的上榮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一個刻板像是正確的嗎 這是我們從資料面來看法 他在某一個年代裡面其實有這樣的現象 可是在那之後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屬性 就是在那個原住民男性都消耗完病之後 外省男性都消耗完病之後 其實台灣的一個如漢通婚的一個趨勢 還有慢慢的一個揮露 而是說他其實是無差別的商家 不管是外省人還是客家人 還是男人其實都有跟原住民女性通婚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是教育成績當然是有差別的 教育人越高越可能 男性的話越差 那這個大概都是一些數據上的東西 我在報告裡面好像都有提到 那剛剛這個是在講 我剛剛有說到二代住民 就是父母其實如果是通婚的一個家屬女 你的子女又有可能通婚 那我在數據市場裡面 發現是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比較保守的 來自比較保守的家庭 就是你爸爸媽媽都是一個住民 而且你堅持要跟你族區內部的人通婚的話 族區內部的人結婚的話 基本上他的子女他的一個社會社會 婚姻的社會跨界的話 他不會像其他的家屬人的跨那麼多 他可能一開始他只能跟外族人通婚 然後後來可能在第二代之後 他才會可能跟男人結婚這樣子 所以社會距離的一個改變 他其實建立了 他不是馬上不是靈性的一個變動 欸 通常說我可以準備一句嗎? 我講覺得有點累 可是最後一篇講到矛盾文章 我還沒講到 就是那個在講 通婚跟那個身份認同的東西對不對 我還沒講到 可是時間的關係 我們要留一點時間 讓大家討論自己 對 我們要留 至少看得到自己討論 好 你可能講到四點整 到一段都 講不完 沒有 我講到好慘 還是我們先停一下 就針對 所以我們先一個部分先討論 就是婚姻這個部分 然後婚姻跟先其當然有關 你今天大家已經有想法的 也可以就先拿出來討論 是 好不好 那 謝謝 謝謝 可以 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謝謝 好 那因為選課的同學 好 之前是 昨天已經有談回來 我跟人傳兩個問題 那也許我們就從這邊先開始 讓大家 其他的同學比較對這個主題 怎麼樣現在還沒有想那麼多 稍微再放一下 再發酵 那是不是我們就從 我看一下 來 莊玉琛 你先開始吧 你開始完就是 小麗 謝謝 其實剛老師有講到說 因為 例如說 量化研究其實剛剛有聞到一種資料 不及根據在那裡的數值資料做研究 然後水文上面其實有講到這樣子的方法 其實還是有那些就是他沒有牽扶自己的原住民 或者是他不斷在流動的狀況 那要怎麼樣用量化研究去呈現這個學問 是有方法的嗎 對 然後還有其他方法專案局就 他們現在有任何的研究 做得任何的就有什麼辦法 估計這些學員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們2700年的捨立其實有做估計 我們有做一個叫追訪 就是我們在不管是在人間還是在各位區 我們去從他的樓擠地發現他不在 我們去進一步去詢問他們臨力 或者是在家裡面 因為他的抽到其實是抽到家庫裡面的課 我可能抽到他發 可能是要發表不在 我可以去問他老婆 我還要想他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2700年的資料 2700年的資料櫃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其實還不好 因為分個價格很好 對這樣的人說他有一個特性是 他可能 比方說我們那時候有在 考察中 考察中我們抽到30個人 其實只有12個代價 那他給我們很 他給我們其他的18個人 18個人的地址 可在地址我們去找到只找到幾個人 因為他給我們地址是可能 他如果他一年前 他說他三個月還在 我現在不知道去哪裡 像這種的答案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有找不到一部分的這樣子的人 可是那些真的像炸門一樣 跳下去的是我們找不到的 那其實最好的 如果能量化的資料櫃 這個當然沒有 我們現在有在推一個 嗯 紫色中心有在推一個 不是原住民的資料庫 對 我們就希望能夠 他其實這樣就是一個住的那個 他還是從戶籍資料來的 可是他希望是能夠找到這一塊的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台灣 原住民不管是台灣還是 不管是原住民很堪 他都有人情編的狀況 可是原住民族因為他的一個 管理的一個就是原民 不管是誰的原民 對還是各個政治政府 因為他其實在主力的 因為他都要情緬主義相關資源 所以他們其實對真實人口 還是有因應成為掌握 所以其實他們那邊還是有內附的一些 像作業上又申請的 有成的一個需要 是他們有配分的人工人口的 有 是有造冊的 雖然他不是能夠完全 其實是唯一的 所以他有這樣的資料 我們就希望能夠把他連結進來 可以知道的是在這個資料庫之外去 就是在全台規定流動的原民 然後甚至我們那時候有夠強 剛才有提出政策建議 就是希望說一個 登記移動的一個窗口 就是想說他們從花蓮遷到樹林 那我們希望在樹林當地 就有一個原民會會的窗口 讓你們流動到這邊的人 去做一個登記 尤其這樣子在管理下 會在資料的配置 會給予優勢比較好的 有這樣的希望 可是還在協商中 他們其實也會有認識到這樣的問題 因為他得知到他們看到的 都是個帳篷的 就是真實的 所以現在沒有 然後很想做 謝謝 你自己的估計 你接觸到你剛才說 有30多人 現在已經很好 我現在還需要 其實那時候2000年 2000年新年大概是 大概就是有兩層的人是找不到的 那兩層裡面我們去追訪 我們現在除非有那個 附入我看一下 因為那個資料一直很稀 我跟他自己合作 可是我是覺得他其實可以做 因為他是個推入性的工作 所以如果最近 如果不要使用原民會 或者是 或者是 因為他們還有類似的計畫 像原民會讓我們常常 他現在在調查 那個就業調查 其實那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資料的追覆的來源 可是很可惜的是 因為一般在做調查的人 他只看的是成功的人 他其實 就只看到調查成功的一種狀況 那其實我們要來做推覆的 是那一塊引體的領帶 就是他拿哪些東西去找的能量 你才可以從那一塊去追覆 所以其實常態性的 每途調查資料他都是 比方說三娘性年次的全台調查 他都是不是有可能性的來源 就是做推覆 可是我們整個做推覆 我們就不能把他找出來 我們那時候推覆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些外移的原住民 大概在北部 那北部大家是在哪 拿幾個鄉子 這個部裡面有推提出來 就是大概會好像是什麼 汐止有一些啊 樹林有一些啊 三峽那裡有一些 是可以汐到這個程度 汐到上陣的程度 那如果在設想 在方法上設想的話 就是你可能針對這些 主要的流動區域的人口 去做一個實力的調查 實力的調查 再做這些 你剛剛說汐止三峽跟什麼 汐止三峽樹林 那汐止三峽跟目前的分部很強 是啊 所以表示他是照現有的社會關係 有可能繼續加上去 是有可能的 可是也有可能的 他其實還有區域性的性 還有一個屬性上的性 比方說在 是不是好像是在花蓮的 是比較離島的區域 那如果你是在中座的原住民 你可能是增進到中座的區域 對 那像台路人住民在高雄 還蠻疾的 那其實不一定是往 其實你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分類裡面的流動人口 那通常流動人口登輯都不理想 不管是哪一個人群 那你剛剛說 汗人整個台灣社會的人級分離的情況 那麼明顯 我沒有去做汗人 可是我們看原住民是講的 那我現在就是說 現在回到這個 因為你是做原住民遷徙相關 後來當然有課章區域 這樣子的研究 那你的研究方法是 我們稍微的陌生 戶籍資料 那我們要認識戶籍作為一個研究方法的話 人級分離是一個蠻特的 蠻需要處理的 那這是一個原住民特有的現象 還是整體整個台灣社會 對於大家對於政府 反正就是說 反正又沒有罰則 那人級分離是一個很普遍的 是一個很普遍的情況 原住民在這裡面有任何的特殊性嗎 因為他的移動 他的流動性很高 他的移動 那他的移動性 我想請問一點 就人類懸崖就有點好奇 我就講得比較簡單一點 就這跟他的文化有關嗎 他對家庭的概念有關 或者他的親屬的概念有關嗎 因為他的親屬概念 可能有一些族群 是他的雙系父母方他都可以連結 或他同胞所說的概念很強 所以他可以橫向連結 所以他的親屬關係是很大的 那漢人可能就是最多直系 就是親屬的概念現在是越來越小 所以他沒有那麼多人級觀念 他往上可以流動 很自在的流動 這是一個 如果我要說 他是不是跟他的親屬觀念有關 另外一個 其實有的我看你的幾篇文章 我會覺得有一些會讓我覺得 這很像是一個階級的現象 最總的區隔有沒有辦法區隔 或者你覺得從那個你看到的 這個分析結果來說 你覺得有沒有必要需要去嘗試分開來 是原住民的移動 到底是一個偏心的接下來是他自己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移動 有他的族群的特殊性 你剛說跟彤老師講的他的親屬關係 他可能是有關係是比較 比較以漢人來講的話是比較更多元的 或者是可以破產更多元的 那在早期的原住民的移動 比方說70到80 80到90之前的原住民的移動 其實他是很像列祖性的移動 他是一個族人 就是同鄉跟同祖的力量是很大的 漢人也是列祖性的移動啊 一向千百分之很經典的 很多外其他各的國家 很多人都很多人情都是千migration 可是台灣的漢人在比較相對來講 比較小區域 然後其實對漢人來講 我們的資訊群是較為便利的 我們其實不必要說 你的叔叔去的哪 你算的哪去哪 就是我們在原鄉 我們再次在做訪談的時候 我發現他為什麼會選擇那個區域 其實都是一鍵性的 比方說我叔叔就在那個工廠 我記得當時我們訪問到 很特別是一個浮足的工廠 一個浮足做鞋子的工廠 他那個地方好像匯集了很多的一個 排灣組的組織 他們就很奇怪 排灣組織跑到我回來 他就因為我們台灣族有一個族 就是有一個族人先去的那個工作 然後他路本身很好 所以那個部主就非常樂意 顧用他的族人 所以他把一整群他們自己像 他們自己村裡面都算 還有隔壁村的知道說 這邊有人去的工作 所以那時候在好像在1980年代的時候 那個屋子那邊有幾十個 那個台灣族族人 那其實在台灣族跟台北的這個 中間基金上沒有這麼的顯著嘛 那其實是因為他的一個族群 因為他的親屬關係 可是這樣的現象其實我們在後期的 比方說我們在後來再詢問什麼 對 因為現在有人說現在的 原住民的移動跟漢人 這樣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比方說離別的格格 所以其實我看這個現象的話 我會把它先放一個大的框架 是城鄉裡面的 對 Rural Migration Rural Migration裡面原住民跟其他人 比起來是不是有一些差別 比方漢人 加工後果區剛剛開始出來了 男子啊什麼的 我在屏東這邊也會聽到 那時候第一屆國中生畢業 老師是照顧學生的好的老師 就是他們現在的講法是這樣 老師會包了遊覽車 把同學全部送到紅毛月通廠去 所以他去的時候也是有這樣一個人脈的關係 所以會某一個村落人會集中出現在某一個風 所以人的關係是很重要 當然這一批人出來之後 後面親屬關係 鄰居關係 可能我們就會看到他不同樣子的關係 當然到現在幾乎這種就越來越不見 記得在就是忘記裡面 我們剛剛就寫到 其實我們用一個客觀的數據去看 小的小區域裡面的原住民的總數 就是所謂的族群聚居的程度 我們發現其實原住民 臺灣的公園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聚居性的 也許我們現在從若然看不出 我可能覺得我現在 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可能看不到一部原住民 可是如果從樣貌室區來看的話 其實有一些區域的原住民的一個 的統一也這麼高 他可能就是他也許有不見得同事同組的關係 但他會具有一個族群聚居的一個親近性 那原住民的移動跟臺灣一般的城鄉移動 會有很大的差別 其實從富陽嫂子還有做一個研究 台灣其實臺灣的城鄉移動 因為這就是產業經濟結構改變 來關係造成的異性的移動 原住民是在這樣的旺草之下 可是原住民的移動的角度是比較慢的 你不知道說人家可能在60年代 可能是70年代開始 70年代中期就有一定體質 或者是70年代開始 80年代大概就是中期 因為原住民還是 他是比較慢這樣子發生的 那我在博論的地方 其實我還有問一個很特別的資料 就是我去看那個人的 就是移動者的一個社會流動 就是他的一個社經地位是上升或下降 然後比如說我們另外一項的數據 是他的一個移動的距離 他是跨就是他的距離是一個長距離的移動 他跨了好多一個線路 還是說他是一個短距離的移動 沒關係說短距離的移動 其實他對他還是比較好的怎麼說 就是說如果你從這個廂移動到你國立廂的話 你可能你的社經地位的差距 就是你所遭受的一個 你所能夠獲得的利益是比較大的 可是如果你進行的是一個長距離的移動 比方說一下子從台東跳到台北 或台東跳到台東去 台東跳到台東去的話 你的社經地位怎麼會下降 包括你所從事的職業 包括你的收入怎麼會下降 可能用的是2700年的一個調查資料 那時候我的推論是我覺得 這個就跟市場的資訊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 對於當地的勞工市場的資訊 就對這些要進行長距離的動員 是比較普遍的狀態 所以他們的一個資訊取得管道是有問題的 那我記得我在博物語的第七章 我有提到說其實梅住民 他其實很上程度 他才是依賴他的一個 強烈進行一個軍職的工作 所以他還是很習慣性地去依賴他的親戚朋友 他的朋友 他的族人 或者他的同學跟他講出一個工作的資訊 他可能不像漢人 那時候我沒有做資訊 那時候我沒有做資訊 然後目前 對 我們在2007年6年做的 職業調查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那可能還是很習慣性的 我們去田野裡面看到的是 有這麼遠的問題是高空之一 就是大空投 他不少他的鄉親的族人 他們全部交出去這樣子 那他絕對他不會 他比較不會暖地努力地跑去一個 看起來像很多機會的地方 因為他是看的 他就不像說台北有很多工作機會 可是他不會一下子冒然就跑到台北來 除非他不知道一些相關的資源是可以用的 可是這樣的東西也會限制他 他所能夠得到的或者是他能夠進行到的資源 因為他們的網路是重疊的 他很習慣性的跟自己人在一起 就算你是他可能跟別族在一起 我跟泰人有一個社會劇 如果你是在原鄉出來的話 你還是跟 對他們來講可能有一個陌生 有一個隱形的格子 他可能比較習慣性 還是跟自己同族的 或者是同樣是屬原住民族人在一起 那這些人就是他最重要的 或許小外界資訊的一些廣道 所以他們在這樣的廣道裡面 其實有一些資訊是公平是難得到的 那時候我在議論裡面 我就可以做這樣的投入 就像社會資本其實不能夠有 一定有效的利益 他不是說他來到台北之後 他就在台北當中建立了 他屬於他資訊的網路 或者是人際網路 他多出來是跟他本來人鄉的 或是一個海洞群人在一起 我們當時也不會這樣子 所以大家這個是原住民的一個 他會移動的比較特殊人 很大 這個也很大 老師 我一直在想說 好像還會很想去瞭解 進一步說為什麼會有這個格子 就是那個格子 為什麼會有這個格子 為什麼會有這個格子 為什麼要靠童老師 我們在學家去瞭解一下 你們不也有這種訪談嗎 你們這種訪談是在原鄉看到的 是我們在讀原住 我們是因為Tuture 就像Culture Capital 我們其實2008年有做台北縣的原住民 都市原住民的調查 他說我們問到了其實 我們問很多原住民的合作社 還有一些小型的人住民企業 那我們發現其實像剛剛說 台北縣有很多原住民的清潔公司 那他的故意用他的故宮也是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他還是 就是他還是屬於那種紅族網絡自己的故意用 那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成功的辦理 就是說好像已經在以韓人為主 勞動市場取得自己的地位了 我就發現這些人他的一個故意用的方式 還有他們勞動的特性還是 就是還是說我們想像中的一個 一個社群團體那樣子的一個勞動的形式 對 所以他好像也沒有 因為你在這裡生活很久 你就跟 你在跟當地的社群 就有一定程度的中央性 反正他們同向連結是很強的 然後幾個勞動很多社 或幾個同鄉 或幾個連結是很強的 這是一個勤法的保障 還是這是一個限制 因為這個其實你剛剛講的 我想這有另外一個詞叫 Asic Enterprise 那很多比方客委會 也會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它是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保障 你至少好像就是說 你有自己的企業家產品 因為它是一波妨礙 你可以去一般其他公司造工 它不妨礙 它是一個限制 也是一個保護啦 可是我是覺得對其他的 也因為這些人 這些所謂的先驅 他們在這些產業已經佔了一腳 所以其實後續的人 後繼者 他們就是很容易 就會只進入到這些產業 那我剛剛講到說原住民的社會網路 他的詳細是有問題的是 像我們在有些網路的時候 都發現說社會網路一直是越高越好 你能夠去得到了機會 你得到自己越一直越好 對 可是因為你總是在人群人裡面 所以你接觸到網資訊 跟你可能是觸及的攻擊率 就是整個類型 那我覺得跟這裡是原住民的精英 或者是原住民的相對來講 他們較具有社會優勢的這一些個體 他們其實就是 我這個沒有做研究 是我個人的觀察 所以我就覺得這群人 反而他們是採取另外一種方式 他們採取另外一種圖畫的方式 他們所認同的 或他們所揮取的對象 所以這一群看起來好像說 我們可以把機會 更多元的釋放出去 或成為其他女後勁族人的一個資源的人 其實他並不會採取這樣的責任 他所認同的或他所從屬的 是一個漢人社群 所以這時候就變成是一個階級 是 OK 好 那請 要不要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 OK 看表面的手 看 我是那個原民台的新聞工作者 我叫友智 從前也是童老師的學生 所以大概十幾年前 他已經畢業很久 那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聽劉老師的演講 那因為我們本身現在其實 在原民台工作其實對都園的這個意義 就是相當感興趣 那我們還是回到剛才那個劉老師提到 我們先從第一個部分 就是遷徙的部分 那剛才請問老師討論 其實就我們自己的經驗 發現其實原住民在這個群聚 或者說人際關係網絡上面 其實因為他的移動 基本上一定大部分早期 特別早期都是經濟因素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那個網絡 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雖然就業資訊有時候比較大 但是還是希望是有熟人照顧的 那或者是他有些工作型態 其實是包工資的 所以往往是一個帶著一個 那或許不是學這個專業 但是還是會有這種遷徙的關係 那或許後來到了這個比較廣泛的 有一來越多到都市讀書之後 他才有可能脈絡會更大一點 那這個是我看到的一些狀況 那連帶這個也就會討論到說 其實像金門近年來也有一些原住民過去 那他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反而金門那一期 因為我是蠻想知道 就是說老師你在做的這個 比較大規模的從量化的這樣 整個數字看 這整個遷徙移動 像有沒有一些比較一些數字 是可以不斷的了解 像老師做的是2007年 就2007年那時候的一個基本的data 來算他整個的移動 那幾個問題是 第一個是比如說近年來談到一些返鄉 那這個返鄉我們也想知道 到底這個部分的趨勢有 我相信他還不是大大的 整個大的潮流 但是到底有沒有在增加 那增加的原因到底 就是說哪一些部分的分佈 或者他的狀態 但我覺得老師在提的一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說所謂的迴流的遷徙 或者是連續的遷徙 在台灣原住民看到的案例 其實是跟西方的論述是不太一樣的 那其實這跟我們的觀察還蠻接近的 就是說或許他在不同的生命階段 年輕時候的回歸 跟老年時候或者中晚年之後的回歸 有一些狀態是不太一樣的 那有一些如果是比較是受到社會的適應不良 或許更早就會回歸了 他不會等到中老年之後才會回歸 除非有出現遺棄問題 或者是這個都市對於中老年的接受度很低 他才有可能返回價格 所以或許這是一個去理解 他們回歸的這個動機 跟他回歸的代表的那個意義 那其實我們也更想知道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返鄉的趨勢跟潮流 有沒有這部分的數字 可以來看近年來的變化 是不是代表他的地方的認同增加 或者城鄉差距的減少 那第二部分是回到那個 剛才提到的人極分離這個概念 當然這是跟台灣的固證管理 比較有它的特殊性 那就我知道的原住民他沒有涉及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政治因素 就是跟選票有關係 因為他一旦離開了他就沒有辦法投 可能是家鄉 就包括自己的村長 里長都是自己的親戚 不知不覺就少了一些票 如果走了十幾個 那這樣可能就選不上了 就是因為他家族 所以我更想知道是不是有這個因素 在調查裡面是不是也有發現 他為什麼會涉及 或者不涉及的原因到底在哪裡 或許有些人已經在都市十幾年了 一二十年 那如果不涉及是真的就是我剛才提的 這個投票上面的因素 在這個研究上面是有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第三個問題是想要問說 那我們現在是把這個 因為受限於研究的關係 所以我們身分是原住民人口 那有沒有族群上面的 更細一點的調查跟統計 到底哪一些族群他會比較大規模的移動 或者像老師剛才其實有提到的一些 比較初步的分布 花蓮可能會以北部為主 那中部可能以中部地區為主 那台東可能會往這個高雄高平這代跑 那至於個別的族群上 有沒有顯示出什麼樣的趨勢或差異 以上 謝謝 謝謝 infrared 早安給我聽見 等一下 我本來有一張圖是 各個族群各出群 這個女朋友幹嘛 其實我從計 staff 第一個問我 altijd 所謂的迴流移動其實 işt 我先高 不太如致 其實上官高堅間主題的 其實它的確是有 台灣的一個原住民的回流 它其實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特別是在中高齡這裡 它其實不代表一定要到高齡 它通常是 而且我們當天回流 而且比較有做可能就是教訓比較高 它可能任職的 之前在國會區所任職的一個行業 或職業它的生命力度是比較好的 然後呢 其實這個跟我們一論壞分 比方說我們在測度說 它們的一個社會流動的時候 社會流動的測度最主要是 從它的經濟地位來看 從它的工作的屬性 比方說你是怎麼樣的一個職位 那比方說經理或者是工友這樣的職位 我們可以看得出 它的一個屬性的一個道理對不對 那所以它意味著說 你只能測度派流在勞工市場上的人 可是我們在原鄉發現了有一批人 他的一個 他沒有在勞工市場上 佔一定程度的位置 他可能已經退休了 可是他可能在他的一個社群裡面 在他部門裡面擔任的是一個 比較重要性的 比方說他可能是社區的理幹事 發展協會的一個隊 然後或者是他其實不具有這些東西 可是他在這個社群裡面 他在這個部門裡面是長老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老 那他的相對的社群會怎麼更高 在 如果在文化的一個脈絡裡面 他其實是一個更重要的人物 可是他可能在職業上 他沒有職業所以測度不出來 可是即便如此 我們所測度到如果在原鄉還能夠持續就業的人 其實他的表現會比那一些 在外面平凡性的流氓來的更好 那我們發現其實通常這一批人 這樣我們做調查其實沒有 很難處在動機這個面向的東西 動機這個面向 你只能藉由人跟人之間的一個 直接的接觸才能夠訊問得到 所以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我們可能看到現象 就是他們如果在原鄉持續性的就業的人 他其實他的工作 他的工資會比較好 他的職業會比較好 他會比那一些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人 來的更具有 更佔有名程度的一個優勢 而且通常是因為原鄉 如果你在原鄉還能夠持續就業 大家其實還蠻能夠的一個標誌 就是原鄉他們基本上 的就業機會非常的少 那能夠在原鄉持續就業 或者是還能夠調回來就業的人 可能很多都是工部門的人 比方說他會去這樣子當老師 或者是在教會的信仰留言 他到互相去服務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軍人的 退休的軍人 他可能在那邊又從事另外一種 就是可能在其他地方去認識的 所以這一些人他其實是有特殊屬性的 那一般我們就能知道那種上賜者 就是上賜工作者 或者是我們一般想要回鄉是什麼 因為之前我們一開始去調查的時候 不管是在勞動的研究 還是在這個研究裡面 他們其實都會提到 我們原住的酗酒的問題 就是失業然後在外面 像我們那時候去蘭嶼 就有看到這樣的狀況就是 為什麼這個人是酗酒 就是他在台灣被騙財又騙色 然後又騙錢 然後騙到自己的心智 都已經賞識了 完全失去生存的意義 所以他敘捷 所以就覺得害人很恐怖什麼 那其實在有一 之前有派論書就是說 這一些回鄉的人 就是找不到工作 或是說工廠意外 或被整個資本主義的一個市場 都已經走投胎了 這一種弱勢的 或是編制的勞工 而這群人很最巧的是 是測試不到的 因為失業者是跨流 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在那時候用調查 用調查也很 其實如果兩千年輕人的調查 是一樣的 因為調查看到的是 持續在人鄉裡或就業的人 他實際是一個比較正向的 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那自己的方便是說 到底有沒有一個年齡 是不是有一個年齡階段的差別 他實際是有 我們看到的化學比較中高一點 很多四十歲以上 五十歲以上的這種就業者 那這種其實他可能在 他如果在外面 其實他本來做得好 就本來有還不錯的一個工作機會 可是他因為一些因素 可能因為使命一感 因為對家族的責任等等 他回到回到家鄉 回到平坡去工作 那能不能看到一個增加的趨勢 如果所謂的趨勢的話 一定要有對比的年度 那很不幸的是 現在只有兩千 我們那時候用的是兩千年資料 這些所有的呈現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 最原始的貴照的一個年度 那我們現在當然是可以用兩千年 就想2010年去做一個調教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裡面有一個很像的趨勢 可是我們剛剛又有看到 原住民只是不斷不斷地在補食 不斷不斷地從民館搬出來 那我們很難說的是這一層 這個四層五的人口 我們在園牆的是 我變的那一群是有不斷不斷 這個是可以 藉由資料的處理 可以把它寫出來的 所以可能有心力的話 我還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對 那其實這個就 跟人就有個人的氣力是有關係的 你說族區域的資料 我們當然也有 原來全部都進入在裡面 只要有時間 有一期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很細思的就把它做出比較 所以這個是可以做 然後等我做完之後 欸 如果通常是有興趣 我們在討 再跟大家分享 對 還可以 就是在那種資料 可是我覺得最困難的是 為什麼沒有人要跟我一起做 我一個都做不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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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人做 然後我們來換一個論壇 因為我每次去一下研討會講一個 然後就會有相關的學生 就說 欸 你到底知不知道哪一組 我就說我有資料 也是我沒有力氣做 你拿去自己做吧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很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推銷 一個2000個復查資料 跟2001年可能可以運用的資料 這資料都很好 可是沒有人要來做 我一個人能力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不可能 我只記得 或者是有很多的議題 我知道都值得開財 然後都在資料上都是可以去解決的 可是就是因為研究的個人有限的氣力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解決這樣 好 那人極力的狀況 高健身體的觀察 就很有趣 我們有在 我們在討談之後有提到 有這樣的例子 可是政治前天書 他其實沒有講到很白啊 他就說他爸 他們家族是希望能夠有人在這邊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們有一個競選的可能 就是這樣子 可是還有一種說法 是說他們是顧慮家裡面的想法 就是這是他們的根 他們雖然說 我這個好像是 也是剛好是在討查 然後其實那一家 我們敲半天中有一個人出來 他說你們真巧 這個是他今天上 就是今天剛好回家去打掃家裡拿東西 不然我們應該找不到他這樣子 他說他們這個家裡面很久沒有人住了 可是他們不願意 在戶籍上 我說不對啊 戶籍那個人在裡面 你這邊還有大概十個人 他說這十個人 已經到底在哪裡哪裡了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願意先進 他說因為他爸爸媽媽還在 可是他爸爸媽媽已經不住在那裡 他爸爸媽媽現在跟著某一個哥哥 住到山下去 他說因為他覺得 這裡就是他們的家 雖然那個好查書 已經反省過一次 可是他覺得說 父母親還在的地方下 他們不願意搭個四 就是四公主業跟家的感覺 他們希望還能夠在一起 而且他們在年級的時候 還是一樣都回到這個老家來 跟他們的那些說 跟一起回家過節的那個主人在一起 所以人級為什麼要分離 或者是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前進 其實他還有一些情感性的因素 不只是只有經濟 不只是只有那個女性算盡的一個可能性 你剛剛可以問這幾個問題嗎 還有個別主人這個差異嗎 有啊 說有個主的差異啊 可是我還沒做出來 對 他絕對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我們有個觀察是 阿美族其實他的移動是更明顯 尤其阿美族本來就是一個平地人 而且他的分布 因為他沒有保護自己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他的移動 會比其他主族更早 就開始 就在平均了 對 所以一些阿美族也是比較 他這個移動跟他的分布是比較多 而且他的處境 不是跟生產的跟他也很像 可是貝南族有一定程度有聚集性 不知道資料上是這樣子 可是阿美族人有時候看到 或分長到的阿美族人 其實他們在不管在教育 跟他也很像他其實跟漢林的一個 融合的程度 或者是交流程度是比較高的 謝謝 瓜哥老師 阿美族老師 我分析他自己的經驗 跟老師講的 第一個就是說 都會嚴重的現在很重點的東西 他為什麼會到都會 不是跟別的交流性的影響 他一般嚴重 他嚴重不明 他會過往前 他們最遠跨的會到樹林 樹林探索 那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那個 那老師有講的 跟客家的關係 我最想的經驗 大家不知道在 柳老師裏做調查 就是在平鎮的一個叫做 東勢里 一個叫桃花狀的 他的觀念是 他名字有點重點 可是東勢里 百分之九十一 那個 居民都是客家人 他形成很平衡 我們還是有其他人 在東勢里 有一個叫建安公盟 這些原住民去 會拜建安公盟 客家的神 這個等於說 跟當地的一個融合方式也是有關係 可是我們去那時候看的時候 他有好有一個部落的土地 有部落的頭目在那邊 他家裡還放了一個就是群葬群 他們也會拜一個說 原住民的相關建議 所以他融合是越來越長 然後我們客家的模型是相當長的 他有一些去融合到客家的方式 所以我現在在調查都衛區域來講 那些不包括是跟銀蘭人 我覺得跟客家是很好的一個對象部分 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是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那因為我還有感覺到 現在原民會對那個都衛區的原住民 是有一個榜賬 像華東青春跟幾個那個三峽 跟那個樹林一些資源 他有他提供一個 提供一個低點的一個住宅 跟一些官員 會附的一些資源 可是他會變成一個 都衛區域的民主民居住的行程 所以我是覺得 他可能就是因為 加上現在可能有住民的 那個年輕人面來的年輕 包括我們政府的網上 民主民的教育的部分 他是鼓勵到 原住民的教育到都衛區域 來受很高階的教育 他會把大量的原住民 從原鄉地區 移到原住民的外地地區來 所以現在原住民的 包括一些 一些有外部的一些保障來講的話 他的競爭又是不屬於一些 他有不客家的方式 我覺得 將來 剛剛說到這個調查 我是覺得將來原住民的 他的 不是以後不是在落實 以後變成漸漸的強制一個形態 因為他以所有教育的改良方式 在某個地區 他已經變成一個 區域性的階級的提升 我會覺得 將來 那個移動性人口 會越來越多 這是我們一邊檢驗的看 我不知道 劉老師調查 在柯教章呢 也不明白 蘇聯 我畢竟你 劉先生 其實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嘗試 是我用柯文會 2006年和08年的調查 客家人的 他要客家人口調查資料 我有去做 因為我們在 就是他們實力資料 所以我很感興趣 我去做一個MAKING的動作 我把他 客委會自己所認定的客家庄 把他跟我們現在原民會所認定的 原住民地區 把他結合在一起 關於其實很多地區 他在原民會定義是原住民區域耶 所以客委會說 這是我們客家集中區 所以其實在這些客觀資料上來看 這些區域 他在人口的比例上是比較 如果客家人消費集中 然後又是在一個原住民區域的話 我相信這兩個族群 一定會有一些火花產生 他可能是然後同魂 或者是在就業 在職場上的相互的一個族群的 一個融合的狀況 那這些 我是有找出這些區域 可是我沒有進入去系 然後桃園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就是一個原住 算是平正的區域 然後是關係吧 就是一個是原住民的鄉鎮 他其實是原住民的體力鄉 他其實也是客委會所認定的 一個 客家集中的區域 對那所以在從地理上來看的話 這些區域一定會 其實原住民跟漢人 不管是客家也好 也好 他的相遇其實是沒有空間限制 只要有一個地方就會相遇 可是在這些所謂的文化的保留區 或者是任命區裡面 他只是他的一個 互動的程度應該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這裏還沒有去做 可是我相信這個議題是一定會 這個議題是存在 而且是一定會發生的 可是剛剛余先生說的 我覺得民住民可能是因為一些 政治的膨炸 甚至可能是一個不是弱勢而是優勢 而是一個優勢族群 其實這個我還不是很 不能夠很肯定 也不是很 不能夠馬上的都是回應 可是我覺得 所謂的原住民是一個優勢 他到底他是一個相對的一個狀況 也是可能他的優勢 他可能是相對於他在原鄉的原住民 可是我 我不知道在這樣的政治之下 我可能扭轉原住民學生 跟漢人學生之間的優越性關係 都是比較蠢利的 因為我其實了解 現在原住民的碩士 不是這個就主名在上市的部分 那等於說 我都發覺接觸了原住民的 包括一些主任部分 他也很重視原住民後代的教育的部分 等於說他們來講 反映重視教育的改變到現場 我想這方面 未來區執 會跟漢人之間的差距會拉倒 但你講 我有提到 就是客家中的部分 跟拼鎮室都會有區域 它是屬於 之前感受世界的室 它是裡頭有一個 所有包圍在客家中的一個 原住民的聚落 然後叫桃花中的聚落 這個型態真的很好 如果 將來劉老師有機會去調好 他整個 這個區域全部都是原住民 可是他包圍的都是客家人 他等於說完全跟 有點像客家人的一個 一個生活型態 又好有原住民的一帶 他真的是一個很 很一個 很簡單的可以請看 聽起來覺得可以聽到 那是客人 好像感覺在客家園 這有沒有在數據上 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就是那時候 我們用2000年的 公共證資料去做一個調查 母體的 母體分析的時候 發現很奇怪 歸山地區有很多原住民 五百多個 可是那時候 這個跟我們一般的關係 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後來的班廳 是因為那邊有場跟入校 就是因為教育的關係 那些學生需要入住 所以他才會出現在他 他也在地上 那他在簽集 他所有真的跟他簽集 那這個跟我們 如果沒有去 在我們沒有去做照查之前 我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 還是不能細節 為什麼有這麼多原住民在那裡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是左跟原住民 相小的 對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群聚的關係 因為這些學生 讀書不代表他會一直在那 可是他可能後來 他的習慣性的關係 他就算去做個業之後 他可能還會習慣現在的區域 不僅去生活 那其實高雄的那個左 原地區也有這樣的現象 他左的地區是因為群小 因為原住民的一個男性 因為原住民的那個 軍校學生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 只要他們有機會 曾經 不管在什麼樣的生命時期 曾經有一群 原住民的更新帶過 其實我就覺得他就像洪飛的一樣 他會在那邊 又慢慢的神根發炎 然後就會 就慢慢的湊上出來這樣子 就在資料上 其實我們沒有去做 雖然說 就是提供了一個討報的方面 因為這方面 就變成一個 多位型的負責 他還保有原住民的權杖 因為他頭目 大家會去到他家去 他有一個 對於黃燕斯類似一個權杖的 會暫時在那邊 所以族人都會放在那裡 做成勤奮 比如說他保有 就是杜惠形的入魂形態 可是他又去拜那個 建安宮的客家神 比如說他有農民的 他們那個 聚集那個年紀的時候 那比如說原住民的下去 用他的方式來表演 跟客家的農民在一起 而且現在原住民 其實他的農民性是蠻強的 而且他最主要他能保有他自己 他本身的一些原來 有足足的那種情感 尤其是做樣態是很好的樣態 是 還有沒有 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繼續 稍微 可以走 你記得嗎 就只有這個 你看 所以 是有一點 有一個 或者是這樣 我們為什麼 怎麼送 不然 還沒有 什麼 就是除了 通貨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 兩話感是可以 成於社會距離 那個 我自己在做 停調查 所以我本來就是 社會距離 他其實性格有一點好 就它不是一個可以確切 用一個 就是它沒有一個確切的範疇 來馬上去分析出來 就比如說 我覺得像那時候 你在做體驗調查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人或家或一個單位的時候 這個是會去你馬上變成零 就會說我們常吃飯 或者是我們就是會有定期的來往 可是比如說像對就是原住民說 那你跟那個 就是下面那個漢人那個村子 那你們是要什麼關係 它們馬上會有一種定義搞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社會距離 它變成是一個 有點模糊 然後就是在不同的情境 會不會又之下 會有避異性的一個因素 然後所以我才知道說 就是這樣子的避異性 到底在如何配處 因為你現在處理社會距離 你是用三個辦法嘛 願不願意做領居 願不願意做同事 願不願意分配 嗯 這個社會距離的一個 也在過往的每個的宇宙裡面 因為好像它其實就是這種異象的標準 就是族群 它其實叫族群 距離的標準 那我們只是 我把他用社會距離 這樣合成就這樣 嗯 那其實像各位同學 像它說的這樣 其實它本來就不是一個 它是一個 它的學復名詞 你們可能可以查到它專業的指示 它可能就是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它 它在直信的方式裡面 你可以各自去詮釋 比方說你說你以家戶 或以家庭 或以家庭 或以個人的單位 你只要講到全身都可以 它其實反而就不是一個固定的一個 一個 學術的使用的一個 一個固定的方式在量化上面 比方說如果 國外這個距離是 我從那個族群距離的這個 量表裡面去看 因為之前就有研究好像是 嗯 猶太人跟主流社會的距離的時候 它其實是用一些社會關係的 締結的程度去看 那它們最後一項 從童話的領域來看 最後一項一定都是 就是在社會關係裡面最親密的 就是 姻親的關係 婚姻的關係 它是一個最親密的一個社會關係 所以那如果社會距離是見識的話 從最遙遠的這樣子的關係 到最親近的關係的話 它是一個見識的一個盤序 所以我也因群的這樣子的感覺 說把婚姻空婚 然後當成是一個社會距離 我自己使用你的策略的方式 不代表說所有人會這樣做 有些人可能它是用其他方式 比較會主觀的程度 你覺得你跟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你有沒有其他 有人會用社會網路的話 跟你有幾個 可能你有幾個原住民的朋友 或者是你有沒有跟原住民共識過 你有多好的原住民 你知道多好的原住民族的族人 族別好了 甚至在十四族裡面 你能夠說婚姻組 它也是用婚姻的設計方式 它也是用婚姻的設計方式 它就是用感激的人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婚姻的用法 只是在我系列的作品業 我就把婚姻當成婚姻的抽屎 對 那你自己對於 因為當然你內纖維上 你那個研究做的主要是通過 所以 其實比較 有蠻多 現在有蠻多人在做認識我老婆 就是你有幾個這樣的朋友 他不一定是族群 比方說你跟有人可能會作為新住民 然後你認識幾個新住民 你臨歷哪有那個新住民 你有沒有跟新住民共識過你的生活 接觸的經驗 這個都輸給策略的一個方式跟可能性 對 對 莫邁 妳有 謝謝莫邁 那你先講好了 就是好像老師已經有回應我問你 我問你就是跟你的研究方法相關 他的補查資料到底有多大的可考性 就是好像你已經講清楚了 你補查你 雖然他是不得不的 就是現在看起來都不怎麼樣的 也算是比較好的選擇 可是我們對2010年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他的資料來源他是照在這些裡面 包括你們詢問過內部委員會的委員 他就說看電腦的資料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 我沒有很大程度的去用2001年的資料 雖然我一直期盼他 可是自從我知道是跳學之後 就不太有那個動作去做 因為其實2001年的資料 應該有很重要為什麼 我們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部分討論的討論法 就是原住民的身分變化的關係 2001年才是原住民身分法 正式通過的原因 那我們兩天年的資料 都是在這個通過 身分法通過知情的狀態 那所以我們最後 就前面文章在講 你身分重塑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預期 2001年之後 會有很大的電動 可是這個很大 因為我根本沒有資料可以找 就是從調查資料的時候 我沒有用調查去做 因為我的調查 他派不夠我們沒有 可以到的這個問題 雖然我可以捨得去做他 所以我一直在期待 2001年能夠給我什麼樣的答案 因為這些變化 我們所預期的變化 應該在2010年後 可以展現出來 可是現在這個資料的關係 所以我還沒有 我很認真的去做 所以其實補查 雖然是個可靠 可是未來除非主席出入 願意做全面線的調查 把他整個越來越多可靠 因為他很大程度 這些小數族群 都是用公益資料去串聯的 這些固域資料 那那個 我有兩個 兩個問題想稍微請教一下 一個是你在通婚的那一篇 馬上我會進入那個 身分重塑那一篇 通婚這一篇 就是說你有兩個重要的考慮 一個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 就是社會距離 另外一個是接觸 社會接觸 社會接觸 你用的就是說 他所居住的地方 是一個就是人口比例 族群的相對比例 那我有一點好奇 就是說實際上 不只 就他們這個世代 不只他們這個世代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在上網 所以怎麼樣把網路 這樣子一個虛擬的 一種社會關係 而不限於面對面的關係 帶進你的更新人命 這要怎麼做 包括其實跟遠鄉的關係 說真的遠遠遠 也不真的那麼遠 這個要怎麼處理 這個我還沒有 就是那時候的狀態之下 原住民的多數的一個社會的網絡 或人際的交往 還是以真實的物理的一個 物理的一個戰場為主 那你要說2007年有網路嗎 有網路啊 可是我們發現他們的人際交往 還是以 就算你是在虛擬的社群 那網路社群上面 還是一個 以真實社會裡面的人際關係的重現 那你現在之所以 現在有臉書有Line 這個就是已經 那時候我不能想像的 而且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訪談也好 當然資料裡面不可能有 在訪談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沒有很 很注意到這件事情 也沒有去follow它 那我相信以後 如果再做原住民的社會網路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虛擬的社會關係 會不會影響真實的社會關係 或者是他們對於原鄉的一個理解 或者是用這種 遠距離的一個虛擬社群 是不是就能夠取代真實的社群 這樣概念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好處 我剛剛說他可以跟 遠距離的跟他的原鄉的同事 或者是同鄉的族人去聯繫 可是他對於真實社會 對於真實社會關係的改變 我們又能做指導 將來可能如果 因為你知道的回頭 用現在的這種情況 回頭看社會接觸那個條件 會覺得有一點好像 好像有點單一 是 重屬的那個 好像我們有同學 有提出一個相關的一個 相近的一個意見 就是那個身份重屬 就是因為你現在看的 只是原漢之間 或是家庭的 那如果是說 我們回到通婚這個主軸的話 他是原住民 可是不同族 那另外這是一個電鼠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還是原漢 可是那個原住民是不同族群 有沒有 有沒有就你 雖然不是你之前研究的一個 要處理的一個層級 可是你你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任何印象 還有什麼影響 我沒有處理 所以有很多方面的影響 可是一定是可以處理的 我們那時候最 我當中最主要的 還是要先建議一個大 就是 因為其實我在做相關研究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類似 就是我本來可以做 我本來可以身體裡面 去做一個相關 一個取消聚焦的一體的討論 然後說我現在可以 只做母系或父系好了 這問題是我想要 通常我們要做一個 就會說我不會只做的東西 你必須要有對話的對象 那可是我每次要對話的時候 我都找不到 可以對話的很多文獻 所以你就必須要先去採製文 你自己也是要先去做第一個 大學是不是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再來討論 細緻的東西 那我記得我在2012年的一個 聯想會論文的時候 其實跟我後來 沒有辦法表不太一樣 我有加入一個因素叫做 他的族群 就是他的族群的一個 族群系 這個對 就是父系母系跟病系 那我發現其實還有一個影響 就是沒有影響 對 他的影響 跟我想像到的是不太 就是本來覺得說 如果是一個母系的族群 你在取媳婦上面可能 你比較隨便 你的父母親的一個族群 族群的觀感 或者你父母親的保守的態度 比較不會影響他的兒子 會影響他的母親 可是我們發現 這個父系女系跟病系 其實多數變成都是父系的東西 就是他們其實對於 要嫁進來的女性 還是會比較 就是他們會比較 比較在意的是子女 就是他的兒子去取捨 比較不在意的是他女兒去取捨 不管你是來自於阿免庭 那種母系的 還是來自於那種父系的一個群 可是就像楊子漢 90年代的研究裡面 他就像台灣族來講 他那時候做平榮 台灣族的老大到都市 都市去工作到 他都非常知道他的使命 他的定位 他就傾向會回家鄉 他知道他老大不限男女 所以這有時候是 不只是一個design 繼承原則的問題 他還有更新的考慮 他說沒有 就是沒有家事來做 沒有打工資做 就不知道他的結果 會是怎樣 以後會做啊 不會有可能的話會繼續做 因為你好像那天會議論 你後來也沒有改 也沒有方法 你後來寫這篇文 就是2014吧 這篇文章 你後來是用一些 柱姐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這也有很多問題 也忠實讀者 謝謝 好好的 好來 孟來給我講一下 所以剛才提到那個 身份認 第二個問題 那也有問題 就我有答 然後我就想問 因為我覺得 您在文章中也提到 身份認同和身份認定 是在兩個層面上 就是身份認定是 可能他登記的時候 他會選擇我採用這個身份 但是他自己可能在 就是本身的身份認同 在他視自己身份中的反應 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 然後我想問 就是如果就是要 重理這個問題 他會怎麼處理 就通過一個量化的研究 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是 量化的話 用普查看不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他的認同 認同是情感性的 是這個知識別的東西 你看不出來 因為普查都是一個 事實性資料的層數 可是調查資料是可以看到 一點點認同的東西 比方說他對自己 族群文化的態度 可是有個提主 是在處理族群文化的態度 可是那時候 或是所以提出這個 認定跟認同其實 其實很多 我們那時候 我從參照的多話 就像是一些 比方說謝洛倫老師 他們做的那個通文的研究 他們就不斷的重新的 就提到認同認同的問題 就是這些後 通文者的後代 其實他們經濟到 是一個身份認同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但其實我看的是 一個法定的邊界 是你到底要不要取得 原住民身份 可是取得這個身份之後 會不會代表著 你對你自己族群內部的高度 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我只能間接的去看 這個人是不是有去同文了 那我的假定 雖然說這個還沒有受到支持 就是我假定的是 如果你認同你的族群 認同原住民主 然後你有一個 原住民主群性的存在的話 你會至少 你會希望自己 是在這個族群內部去結婚 去挑選人物配對象 因為想要維持 或你想要去 維續你這個族群性的一個迅處 可是你就發現說 這個比方說最特別的就是 你本來不具有原住民的身份 可是你用總統的方式 因為法規的改變 你再去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比方說你本來爸爸是漢人 媽媽是原住民 那你本來在法規 在舊的法規裡面 你就是所謂的漢人 那如果你通過改名字 或匯匯從性 你幫你取了原住民的身份的時候 你就看你個人的那個責 如果這種人 我會覺得說你這種應該 對你自己的族群 更加倍的認定 所以我才要想要 匯匯我原住民的身份 那這個是屬於 情感論的一個說法 可是後來發現 你會不會比較 傾向於資源 那就是我取得 可是我一樣去嫁給漢人 我一樣去取漢人 那我其實有問過類似的狀況的人 的個人個體 可是他回答的是 他是迫不得已啊 我身邊沒有跟我匹配的 很住民的族人 他說我從小就生活在 他不要放在自己的大學 然後又讀到研究所 我身邊的那些人都是漢人 你要叫我去嫁給誰 他就這樣問我 我也不好意思說你們 我也不能說什麼 對 所以那時候我是用 我用通婚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現象 這樣的行為去看 那你是不是對於自己的族群 去認同 當然你可以去反駁我說 通過通過他可能是 來自於現世的考量 或來自於個人經濟的 一個擇偶的條件的設定 他可能跟你的認同其實 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我記得好像在原住民 都市原住民那天 我家裡面我有做一個 我老師有嗎 我記得我好像有 就是去看你對自己 族群性的認同 這也是這種 從母族群認定的原住民 我發現他沒有比較認同 好像是會入路裡面 你會有寫到 可是他其實他對自己 他從母去認同 他的他從母親的身邊 進去取得他原住民的身分 可是他對族群的態度 他對原住民文化的 他對原住民文化的 然後從母文化的一個 認同態度 或的感知程度 他其實是 本來是較低的 所以我有媽媽 我從媽媽的幫 我從媽媽那邊拿到的 原住民的身分 可是不代表會跟人 這個族群 那時候是有這樣發現 在進入那裡 可是這個是還沒去 我今天好像 沒有時間講 就是這個 一開始我們針對這種 就是原住民 為什麼好像看起來 原住民真是 好像是越來越 越來越蓬勃 越來越壯大的一個群人 因為他的人數 比例是越來越高的 那時候我記得 我試圖去用 當年度的一個 自然人口增加率來看 絕對不是自己 不是原住民 很會生生素這麼多人 是很多人 不知道為什麼變成了原住民 因為一些方式 變成了原住民 所以他開始很壯大 可是對於你取得 原住民的身分 你的動機就有很多人去入宿嘛 然後有空去入宿 就覺得說你是為了取得資源 那我記得前陣子還有一個信 就是兩年前 三年前有一個 原住民特考的新聞嘛 不知道 董老師還記得 就是有人取得 用原民特考 然後考到原住民之後 就把他放棄了這樣子 那在我那時候 2011年我在做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 我做這個問題沒有人 這個學術社群面 大家都覺得不重要 因為我在社會學 就覺得沒有人 沒有人想跟我對話 可是那時候就很高興 發生了一件社會新聞 講到現在好像是有點吊詭 就是你突然會覺得說 我做這個研究是有 我做中文研究其實原來是有意義的 因為原來真的有部分這樣子的人 用這樣子很狹隘的方式跟思維 在看待原住民的學統 或者是身分認識的自己 所以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2012年 正是我做了原住民身分的 這篇文章的一個起點 那我看到什麼比較好玩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現在最近有一篇文章 正在改寫中 在去年的年會我發表過 我就是在講 原住民中的狀況都是這麼的普遍 特別是男性原住民 女性原住民這麼大比例的嫁給人 就是和男性的時候 那會不會造成一個婚姻牌子的概念 他的牌子就是牌子在原住民內部 對 想要去取同族 雖然我有這樣的族群認同 或者是我因為其實考驗 我只能夠去跟我 去跟我相 在條件屬性各種方面 都相搭配的同族和女性的時候 可是他找不到人 因為這些女性 就去嫁給他的人了 我那時候有一個句說是這樣 因為我曾經聽過這樣的句子 對 可是我做出來 其實我那時候 就是因為我叫我被罵 你就被原住民罵 他會覺得說你好像 把我們就是把原住民 現在形容得很可憐這樣子 然後覺得說 我們原住民的女性 都怎樣怎麼樣 然後只想嫁給他的人這樣 如果聽過這樣的說詞 假如是我們資料 的確發現他會造成一個牌子 我們也是用區域的 區域婚姻市場的概念 去做一個測度 就是這個婚姻市場 如果是用鄉鎮為單位 如果有越多的人住民的女性 是屬於通婚的話 那個區域裡面的人住民 失婚男性 他的單身的頻率會越高 就越來越多人找到 所以我們的確發現 有一個牌子的效果 那我接下來的系列研究 會再做外籍配偶的加入 就是新住民的加入 會不會成為一個 就是改變台灣內附的婚姻市場的 一個結構的一個因素 可是其實我可以大膽的預計是 外籍配偶的加入其實 他並不會增加 女住民男性的擇偶的侵襲 因為其實外籍配偶的加入 是住民這種化博的婚姻 他是需要什麼的 女住民男性他不會用 這樣的方式去取得 部分有 可是如果從一個大的 從一個 從一個結構主線來看 我相信那天外籍配偶 他大概的衝擊 或是他所能夠提供的 大概不是在原住民男性這一塊 可能是台灣其他的弱勢的 和原住民這樣子 所以我下一步會做這個部分 那在這個通風研究之外 其實他還有很多 非常多的延伸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 大概 就從成績這個部分的話 看到就是 比較多數的原住民的一個 族群的一個身份的一個 成績的方式 其實跟他的一個認同 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還有作為相關藝術委員長 我們社群 在原鄉比較多 還是在都會選比較多 我發現其實在原鄉地區 還是比較不會讓你的子女 去變成漢人 因為可能是一個 社會支持的關係 因為可能在原鄉 在你的部落裡面 你對你自己的族群的感受 是比較為良好的 你也沒有感覺到 那麼多的社會的敵意 所以你的子女 可能比較不會容易成為漢人 不是成為漢人 在登記 在登記上 他比較不會流失 不會讓他的小孩 變成漢人的關係 可是這個結果好像蠻小 當然漢人的 是啊 那因為這配合你剛剛講的說 像社會距離 不是社會距離 是性距離 社會接觸 社會接觸 其實這樣很相似嗎 就你在原鄉 你的機會多 他比較不會另外選擇 好像就是他停留在原住民這個範圍 好像比較合理 因為整個這個比例是比較高 對 如果反過來我就會覺得 那真的要大調查太驚人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可以在這個再繼續做 你做那些 看起來像是理所當然 就是原鄉地區 本來就會成為原住民 你只把他 如果這一群人做過移動 你看他之後移動之後 會不會一樣 選擇同樣的一個身分屬性 我覺得這就比較有趣 對 而且其實可以從那個都原資料 我們可以去看 因為原住民的一個 會不會傳統姓名的一個比例 它其實會慢慢增加 可是哪一些人 在會不會傳統姓名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一個現象 我們是要 因為他要趕車再回去高雄嗎 你要不要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都原的這個資料鋪 因為現在快要開放了嗎 其實他已經在辦工作坊 然後希望學界 跟有興趣的人來使用 可是他有 他其實是有技術門檻 對 都原的這個是 2020去年 前年 前年開始 原民會委託那個 中原任的林靖靖老師 開始做 我後來有加入 可是前面的資料 都是林靖靖老師在做 他其實就是用那個 不止人口資料 就是原民會跟內政部 不正私料私料 然後而且他很特別的 他是每個月 還是每一季會報一次 那以前在資料的一個 這個資料的流存的方式 其實是這樣 就是以前的護證資料 其實是一個覆蓋性的資料 比方說 我這次2015年的 4月的 3月份的資料是這樣 大家可以拿一個 精彩人口的資料 那2015年的5月的話 他的資料他就會成為了上去 他不會保留你是 4月時候的樣子 他的名字什麼都不會變 可是呼音狀況可能改變 然後可能其他的 然後說他裡面其實也有 移動的這樣的資料 然後還有一些切屬關係 他的心理能夠改變這樣子 那雲老師他說 爭取是我們希望能夠了解 我們需要一個資料 去瞭解這個長期間的變化 所以他沒有弄到每個月 他就是之前很大的時間 跟很大的心理是投入在那種 自動化這個部分 希望能夠直接從那個 負證單位給的資料 就自動的輸入到這個資料裡面 那他的好處是 他保留了令人的 就是長期的時間效果的變化 是每年還是每個月 他每個月都會給 可是當然不會每個月這樣弄 因為他比成本太高 好像是一季一季這樣子 那年度之下也會 他這個資料的輸出 跟這個資料的公布 好像是要用年度來進行 然後他們現在是結合了 GIS的技術 所以他是希望 很多圖像化來呈現 那大家在選用的時候 可能就是盡量簡化 使用上的一個技術門檻 所以可能又用 用視窗操作的方式去取得 這個部分 或者是大家想要做的 這個村立或是這個 這個部落的一個人口的 歷史的資料 可是這個是 只有 不是原住民 對他不是全台原住民 而且我覺得這個 這個內部那時候 我們討論過 有一個缺憾是 他跟普查資料相比的話 他只有原住民的資料 所以如果這個家戶裡面 然後這個原住民媽媽 嫁給了爸爸和人 他只有媽媽的資料 對 真的喔 所以他其實就把他 從那個裡面偷出去 因為他很有趣的是 他可以看到誰不見啊 我之前的三個月明明就是 你是原住民 那為什麼兩個月後也不見了 就是如果你不是足跡為死亡 你可能是身份的狀況 然後導致說 那個護震制 他會不給你這個資料 因為你是原住民 所以他有一點確定 就是他是不是原住民 就是不在那個 他僅僅不在55個3D平原上 然後你只看原住民 你看不到其他 可是他可以看到他的配偶資料 所以他的配偶如果是和你的話 在這個座位裡面是不會出現的 如果配偶你是原住民就會出現 這樣子 所以他有些資料股一定都有他的優勢 跟他的確定 所以你一定要跳幾個資料庫 去才能有一個完整 很難啊 所以最好是政府能夠覺悟 讓我們普查 就去做全面調查 對 那個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你來辦個工作坊 比方兩整天還是需要一個禮拜 就是你真的讓大家覺得 就像剛剛大家有這麼多想法 覺得這個東西 好幾個題目可以繼續追 那你覺得你可以讓大家 就是看到你的文章 可是還不會使用 就怎麼樣可以帶一些人 研究生物什麼可以進來 還是你現在有在做 在學校有在做 在學校有在做什麼 那種嗎 你要跟那個林學校有在做怎麼樣 林學校有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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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花了很多的氣力 就是你現在在做的 普查這個 普查的資料庫的話 這個是有技術的螃蟹 說實在的 那時候其實我有做過一些 所謂的學術服務 就是我幫一些人類學的朋友 然後我幫他去切他要的東西 給他看這樣子 可是我那時候是因為 個人私教的關係 我就讓他說這樣子 可是你真的要教會實用 比方說同學的背景 是人類學的背景 我很難去把你們 從一個資訊的一個 也就訓練的一個背景 轉換成說 我給你資料你就會有這樣子 因為他需要一定的學科訓練 可是倒是 他們有一些人會上過統計 就這SPS那些朋友 可是上同計跟資料處理 是一種一個落差 他只能說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 我還是可以做學術服務 就是這樣 那我也很想大家一起做 就是其實 我孤管的學者是 就是人類學的同仁們 可能給我們 是主題知識的一個設讀 就是我們共同的 有些興趣是 我們你們有興趣 可是你們覺得 缺乏大資料的技術 我們還是想做一個驗證的 那我覺得社會學這邊 我的呼籲是 有一些 有這樣的技術能力的同僚 能夠加入 因為這個資料真的很好玩 很好做這樣子 大家一起做 然後兩個應該是 跨領域的一個合作 那我就覺得 現在比較少可能使用的是 中文院那個 中文老師他們的 多元資料部 因為他那個已經幫 雖然他有支出層次的背景 還有一定的一個 跟統計有關的一個 概念知識 可是他已經在簡化這個部分 他希望能夠打到 視覺化超多 像現在的國土資料 國土資訊 國土資訊 那個國土資料不一樣 就是你可以用 點的方式取得 你那種資料 可是那個資料都是 就是那種耳機具合作的資料 你看不到各個資料 那可是這個對你們來講 可能是足夠 你可能是需要 做一個背景知識 或者一個脈絡性的 一個參考 這個是足夠 那如果像我們做這個 當然還是做到個體層次 或者是媒合層次 這個就是 有技術屬性的一個難度 可能就變成 什麼樣學衛服 我幫忙思考 因為剛剛講到說 你對於人類學的同儕會怎麼建議 對於社會學同儕會怎麼建 我就不知道 留下來有原住民背景的人嗎 或者高先生 你要不要從你熟悉的這個環境 你會建議說怎麼樣用這些資料 去回答什麼樣的問題 剛剛想組別的東西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很多問題都你們在看 因為我覺得台灣 像我自己本身 我們自己有論壇性節目 還有新聞專題節目 其實我們很需要一些 其實他應該是比較嚴謹的 對這些資料的判斷跟整理 找出觀點 可是往往我們發現官方數字 真的是很少 當然教育統計 還有很多都是做的 我們叫迷地拉拉 就不起也不全 所以以致我們在分析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也常常會覺得 在議題上面會受限 所以我今天會想來 也是想聽聽看 可能老師們 就是說在你心裡可以完成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一些初步看到的 整個一些人口的變化 或者是一些比較獨特的一些觀點 跟過去我們的理解 或許不一樣 其實都是我們新聞媒體可以 可以參與的 對那不然我是覺得 裡面有太多東西很有意思 那像就我來看 因為我自己是在原住民族電視台 長期也關心原住民 我就很清楚 其實台灣原住民族這樣的概念 其實是因為半運動 過去整個脈絡才集結在一起 可是對於他們個別來講 他還是有不同族群的差異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他還是覺得 他就是跟我不同族 所以對他來講 原漢有些時候或許其他族近了一點 可是他還是不同族 所以他還是畢竟是跨族的通文 所以他裡面還是呈現一些跨族的問題 那像剛才提到的這個外籍配偶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做過一些專題 那我也很想知道 那時候其實坦白講我也很困擾 找不到一些數字 到底了解台灣原住民族 在外配的這一部分的比例 到底近年來的狀況怎麼樣 但是其實有些是 我們也是有點類似反彈 是比較有趣的是因為 譬如有些是南島嶼族 所以再加上有些或許在整個社會是底層 所以在心理上或者在社會支持上 他比較不會像跟一般的漢人 或者那個客板的那種分配市場 存在那麼大的權力不平等的關係 所以反而有些在接觸上 其實是比較能包容 對 這個是我們看到 不過這個因為沒有數字支持 純粹是一些個案 或者是透過這一些第一線工作者 這反彈的過程的了解 但是我們是更想知道 如果有一些比較是有數據性支持的 不論是對於這一些 昏配的這一些狀況 比較細緻的 或者是近年來這一些 過去的這一些大規模的人口移動 那是不是有一些更細緻的一些 像族群別的這些移動的狀況 或者青年返鄉 或者是中高年這個返鄉的狀況 然後再牽涉到剛才 其實我覺得提到一個東西也很有意思 就是那個認定之外的那個認同 到底怎麼去看待這個問題 對 我是覺得問題很多啦 但是就要老實講的 這個你們其實做什麼 我們都很想報導啦 應該是變成一個用點菜的方式 就是別人有什麼需求我們來做的 要不然這個你做不完是不是 像比方說三高先生講的 外配跟原住民的部分其實它是有資料的 不管你啥是可以概略性的去 間接的找出外配偶是誰 就是新住民是誰 可是那個才是用概略的 因為它新住民並沒有註解 而且新住民的特別是 你當你規劃的時候 其實你就比較新住民 你就是具有原住民的身分 你國際上就是轉換 那移民署內政部出貨物金管理署 它其實是有台灣外籍配偶的調查資料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2003年的資料去做一個分析的時候 我發現外配裡面它的婚姻 它的對象 它的配偶的身分裡面 好像除了特殊族群之外 比方說榮民 它是有一個住籍的 然後原住民也是一個類別 所以其實可以從那個2003年 作為一個起點 如果要去做研究的話是可以的 我本來是因為我們還是 像我剛才剛好是講的 我現在還是在做別人的一個文獻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對話沒有對象 我其實要先把大局抓出來 你再去做一個細緻的東西 你剛說我現在就直接去做悲男族話 我是不是覺得這樣沒有太大的意思 因為這是悲男族的特例 那很多人就問我說 那其他的族群 那台灣的原住民大概是怎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先做第一步 台灣的原住民有什麼狀況 沒有族群別的查一個族群是這樣子的 就是所謂的大局跟大致的趨勢 然後你再去做個別的族群 跟個人失去有關係 或者是因為議題需求 或因為研究需求的一個細緻化的一個動作 對 這全部都可以做 就是要有人來做 不過我覺得劉老師應該在提的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其實就大了整個 至少原住民這個大的一個範圍 其實是建立一個方法論 那我相信其實不同的族群別 他們各自還有學者 他們會對這個興趣 至少是follow你的東西 會去看到比如說阿美族的學者 他們就想要進一步了解 那如果是在這樣的資料 你同樣引用你這個資料 裡面的阿美族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或許就可以拓展出去 就是我們要去做 呼籲大家來用這個資料庫 對 對 好 謝謝大家也進去就來做 好 那我們今天又要讓他去趕高鐵 好 完結就要在這邊結束了 我們再一次的謝謝劉老師 拜拜